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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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感恩各位大菩萨 在美丽的星期天 茫茫细雨的早上 特别赶到实体课 来护持正法久住 师父献上至高无上的感恩 同时让我们也一起来感恩 云端听课的大的朋友 常年的护持 祝福大家 美丽星期天福慧圆满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请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共同来感恩张明正 他真的很了不起 他本来有一天 就最近的有一天 他要去喝喜酒 是喝一个大人物 大咖人物的喜酒 结果他要包礼 包礼给那个人 结果他们不收礼 在原山饭店 你看他一桌要多少钱 他请了几桌 90桌 一个人预计是消费多少 一个人三千七 一个人三千七 然后一桌有十个人 一桌十二个人三千七 什么三十万你算是我 然后九十桌你看 对啊你看吧 然后张明正因为他都不收就对了 就不收礼金 张明正就把这个六千块捐给师傅 师傅把这个六千块回捐给周日为时 法相中祈福 以巴二乌止息战争 贝律宾大地震缓解伤亡 台海两岸和平发展 世界和平围绕 台湾选嫌与能 调伏台湾浮夸不实的道德素养 台湾人 台湾人太浮夸不实了 然后 然后徐礼岳这是我的那个徽章耶 你看一下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传给 会传给你看 我从这边传给你看哦 你要学一下嘛对吧 师傅本来没有做 他们打电话跟我讲 你的已经做好了 要就是要寄给你 他问我你住址 我说我不会 我不知道 我说你寄给我 我转给他好了 然后他说哎呀 你的就是一个大头在那 不晓得喜不 他说你不晓得会不会喜欢 我说会喜欢 我说徐礼岳是很宽宏大量的 在你们眼中不怎么样的照片 在他心目中永远是最棒的 对不对 对哦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对 一定要这样子 转化负能量为正能量嘛 对吧 然后师傅就想哎呀 我的我也没做 所以我就说那我寄一张照片给你 然后你帮我做 做好连徐礼岳的一起 回去给我再转给他 他就说好 那拿哪一张呢 我就想那个圆圈 那个照片里头本来就有一个圆嘛 那不就很好吗 就当作那个徽章的花边嘛 对吧 你想这个是我出家前还是出家后的 出家后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说我去看 讲出一个理由到我们的目的 好 好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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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你的智慧嘛 那这样很呆嘛 这个答案很呆嘛 好 来 不是林柔已经回答了 林柔 你没拿麦克风 你现在不拿麦克风 你现在不拿麦克风 舞台剧的剧服跟那个剧情之一 那个服装喔 是玄奘大师耶 我眼前玄 因为整个超越一句里头有玄奘大师引导大家嘛 对吧 那玄奘大师的服装就是那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只是我少背了一个取经的那个袋子 对我少背了 因为你看那个舞台剧是很紧张的 你没有办法我再去哪里换一个衣服 哪有根本没有换衣间给你 都没有一定都是在一个一个屏幕的背后 那个屏幕就是一个看板 大看板 你就躲在那 然后就把那个赶快卸掉 赶快卸掉 然后那个其他的就没有了 我就是把那个卸掉就是你们现在看的那个 所以你在选服装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好我 我怎么样可以互搭 而不是我这个角色我一定要这样穿 那个角色一定要那样穿 那你会死定了 就没有办法 你中间断掉那个热度就下来了 那个玄奘的衣服是桃子 桃子帮我请人 请人那个找人去做的 找人去做的 上衣好几层啊 他那个好复杂啊 那个穿都要穿好久 好几层好几层 还有鞋子呢 还有 只有那个金篓子 我在北京自己找人做 因为那金篓子不好运送 怕运送过程他歪掉 所以我就在北京请人做 那个服装都是 都是 都是陶帆正的功劳 所以我特别会感恩他就是 就是这样 陶帆正你看他到现在一直都有跟我保持联系 因为我一直为他回想 他这个忙喔 是你用钱没有办法报答的 因为那个时候好紧张 时间根本都不够啦 完全不够 因为我们 你看嘛 我6月29号才回到北京跟甘九郎讨论 9月25号要 要演出啊 6月29号连导演是谁都不知道 6月29号回去是讨论 要不要演这出戏啊 然后敲定要演了 然后我每一个礼拜都回去 然后就开始把所有的徒弟都找来 然后他们有的从福建 每一个礼拜都从福建飞过来 你知道中国大陆内陆的航线的机票 是比台北非北京还要贵喔 还要贵喔 而且没有饮食的呢 台北非北京 那个长荣他有提供午餐给你吃啊 他那边没有喔 然后机票还要贵 从福建耶 内陆这样飞耶 你要知道 所以他们真的很贵 房价也很贵的什么都很 非常贵 生活不容易 真啊老实说 对 地皮都很贵啊 对 但是他那边人啊 十四亿在竞争嘛 对吧 你考大学都不容易啊 一千三百二十五万要挤入大学之门啊 是非常不容易 你一定要了解各国的情况 你不要以为这个跟那个学佛没有关系 这跟学佛大大的有关系 你们就是太狭隘了 你们老是就是 看佛教的书 你看佛教的书 然后你什么都不懂 怎么办啊 你连对话都没有办法对话 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时代了 老实说 你一定要学乖啦 你现在如果你没有办法跨领域对话 你应该要忧心在先 因为这个时代你没有办法这样存活 就是当年蒋路华跟我讲他要当山林洞人 我就说那你就去吧 我说我保证你没多久你自杀 因为你活不下去嘛 你山林洞人你什么都不会 他那个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他连手机 连智慧型手机都没有啊 你就用一个普通的手机 当然那个年代我也是用普通的手机 但是我至少我知道智慧型手机 到底在搞什么嘛 对吧 他弟弟拿来炫耀给我们看的时候 他是比较没那么大兴趣 我是很感兴趣 但是我只是没钱而已 但是我心里想这个是一定要走的路 然后他没兴趣我很感兴趣 然后我去北大念书的时候 有人供养我一支新的手机喔 但是还是传统的那个还有盖子咧 还有盖子这样盖起来 对我想这样就很安全嘛 不会去压到对吧 结果有一天盖子竟然断了 然后我就找我们绝宇宣电脑最强的当然是丁建峰 就是在Intel工作的 他现在已经是R&D的经理了 研发部经理 然后我就说请他帮我修 然后他就说师傅我告诉你 一个重要的消息 我说好你告诉我 他说我已经帮你买好一个智慧型手机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买 他说他很常出差去美国 去回去他们总部嘛对吧 他说我回去总部的时候 我就去给你买一个准备好 他说我怕你骂我 我不敢讲 然后现在你因为你没有手机了 我说我这修一修还可以用 他说这不能再修了 这已经落伍了不能再用这个手机 他的师傅你一定要学会使用智慧型手机 趁这个时候你脑袋瓜要升华起来 对 他逼着我一定要学 然后他就很好心 就一直来帮我转我的什么data到新的手机 然后教我 又搞到三更半夜这样 他越讲越感兴趣 然后因为他把我调教成功了 然后我边听我心里还在想 因为我明天我自己跑去修这个旧手机好了 可是问题我不知道在哪修好 而且我很忙嘛 每天都有课 所以那没有手机也不行 所以就学着自己又开始用这个智慧型手机 用顺手了就好了 所以你刚刚在被调教的时候一定不习惯 就像你们现在被我调教 你一定要写写什么 写新的报告 你会不习惯嘛 你会排斥跟我使用那个手机一样 不习惯 我的 你们都知道 桌球很棒的 然后我本来是标准拍嘛 后来我那个年代 就可能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 还没有出国 还没有去英国 就请了一个中俄大陆的教练 他是逃到美国去 他的世界单打冠军 然后我们 我们的官方就把他从美国请来训练我们的国家代表队 就在左营 然后我就请他来台北教我 一对一的教这样子 然后 那当然很贵 当然很贵 但是我愿意花这个钱 因为我已经有相当的一个底子了 然后他上来以后他看到我 他当然会叫我试打给他看 然后他就说 哎呀你这样子的身材 还有 还有 伸手脚结 他说你拿这种标准型的拍子 太可惜了 他说你一定要换成 换成这个 刀板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刀板 他说这样子的话会帮助你 就是 砂球的力道 还有你进退的那个 会比较有 有空间 对吧 所以我就在他的指导之下 也换成刀板 每次他不在的时候 就又回来拿那个普通板 普通板是这样拿的 对吧这样这样这样 刀板是这样 对 然后身体要压下来 他的训练是很可怕 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 依然一个篮子四百支球 他就一直喂你 不能停 四百支你都要打到完 他不是这样子很轻松啊 他是快慢 然后左右夹攻 他速度非常快的 你都已经气喘如牛了 没有办法了 我说我没办法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 就这样 每堂课都是 这个叫做暖身运动 四百支球先打完两篮 就是八百支 每次打完的时候 你还不能休息 你要把球捡好 放回篮子里 所以他的训练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每天都要练那个哑铃 他送给你那个女性用的哑铃 他说因为你手没有力量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打球的 对 然后他的那个暖身动作也是特别 特别去练你的暖身完了以后 都还没开始练那个暖身球 你就已经全身湿透了 然后这样才开始 这样才开始 对 我要 我讲这一段 我也不是在闲聊 就告诉你 你想要成大器 你需要吃的苦中苦 像你们我都觉得你们 太没有办法吃苦了 你们能够告诉我 你吃过最苦的苦是什么 你应该要学着吃苦 要不然你就是只会抱怨而已 我看到的就是你们很会抱怨 然后 不会吃苦 我今天凌晨我就修理 修理凌柔 你跟谢明忠已经连续四次 都没有写回应文了 写新的报告 我说要新的报告 那边两次 这边两次 然后我 我这么忙喔 我从昨天到现在没有睡觉 我可以给你看 中先例也没睡觉 我们就在制作今天的一往席 中先例到六点 清晨六点我告诉他 你赶快去大洋洗吧 我说因为我那个 教学视频还没有做 所以这样会来不及了 我叫他滚去睡觉吧 去大洋洗 如果是你 你要不要做 你肯定不要做啊 对吧 因为你没有写 你没有写那个新的报告 你的理由是 我很忙 我很忙 哪一个人不忙 你的忙有我的忙 你的忙老师说我讲过多少次 不及我的九牛一毛啦 其实没有用的 你这样子 你看起来你好像在学佛 错了 你这样子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 你想要改善你的财务困境 不要说门都没有 连窗子都不可能有 为什么 你观念不正确嘛 为什么要你写新的报告 要你深化毅力 你不是听课你就能够真的懂 你看你们考了都不会嘛 你这样还不是羞耻吗 你要知道羞耻啊 有方法传给你 你不做啊 对吧 你看你二十年都在杀生 你认为你杀生可以赚一点现金 有用吗 你这观念完全错到离谱 今天如果说你杀生 你就能够养活你跟谢明忠 还有你的家人的话 你不需要那么辛苦 代表你这二十年用的方法都不对嘛 对吧 你现在是叫做在苟且偷生啊 那是错误的方法 你干嘛还一直在用啊 就是因为你对异理不够深入透彻嘛 就像徐里悦一样嘛 对吧 那什么念佛成佛啊 念佛成佛 你的杀生就好像他的口号一样 那没有用的 你如果对异理不够深化的话 是救不了你的困境 人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的病苦也好 你的财苦也好 你的家庭租苦也好 你一定要靠深化医理 你医理不够深化的话 是没用的 你学佛根本没有用 浪费资源而已 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嘛 你看你的困境一直都在 有改善吗 你上课多久 你在这边上课多久啦 对吧 我都没看到你们有践行欸 真的 这是绝对的悲哀啊 礼拜四我 我跟徐里悦讲说 你要多践行啦 你不是嘴巴一直讲啊 什么念佛成佛 我说那要干什么啦 你赶快去扫厕所 杨忠现在扫厕所 你赶快去扫厕所 你赶快去扫厕所 每一个人都要有升职啊 结果他去了 不到两分钟 他跑回来要跟我拿面包 我说你厕所扫完了吗 他说 我把一张卫生纸放到垃圾桶 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完全没有践行 你是不可能有功德 你没有功德 你的病也不可能好 你只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那个 业障越来越深嘛 对吧 每天都是讲废话 讲一大把 那样要干什么 你听课也没有意义啊 对吧 他今天早上跟我讲 师父我要 我不要 我不要去上课了 他说我要念 《无量寿经》 帮助和平统一 我说哦那很好 你念《无量寿经》 就可以帮助和平统一 我说那你去吧 结果他今天又跑来了 我在电梯门口遇到他 我说你怎么又跑来了 他说我想一想 我还是必须要接受师父您的调教 对是 算你有智慧啦 对算你有智慧 但是你要真的要做啊 对吧 我的弟子一定是落实健行的 陈明玉来这边上课 第一堂课来 他自己就跑去洗厕所了 他就向我申请 师父我要洗厕所 每一个都是这样 每一个都是这样 谢明宗比林柔更注重健行 陈柔就是跨跨其谈 也是跨跨其谈 因为我们下课都差不多九点半 然后我们十点以前要离开 我们还要发放那个 师父开光的高能量的面包 所以非常的忙 每次谢明宗都赶快跑去洗厕所 因为他们两个是要一起洗厕所的 那林柔我看他从来都没有在洗厕所 你真的逃不过师父的法眼啊 你什么时候讲错话 我礼拜四的课我都跟大家分享了 希望大家不要被你污染 对 任何一个人你讲话 讲的人忘了 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对 陈明玉都吓了一大跳 对吧 礼拜四的时候 哇 师父连这个都记得 对 我当然记得啊 因为你的师父不是普通人啊 对吧 所以你想要改善你的病苦也好 财苦也好 你没有践行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践行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敢打包票说 你没有践行 你就不可能改善这个 这个 这个困境嘛 为什么 来 123 go 你背书背名相 那都没用啦 真的愚痴的人才会名相套名相 最令人不词的就是 就是名相套名相嘛 名相套名相 你以为你对啦 你会啦 哪有 你会什么 会嘛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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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妇学咱们 恩恩恩佳德尔 而是你所释的回答 因为若使践行才能 才能 才能 就是践行在那个经典的教化 才不会变成首智障 可是这在讲什么 这个答案在讲什么 我就讲你的义理绝对的是 是不及格的啦 你看吧 七题你错四题都超过只对三题 错的比对的多 代表你的义理是非常有问题的 第二个礼拜 你五题错三题都一半以上 胡佳培三个礼拜也是 错的比对的多啊 对吧 这都可以检验出来 你们的义理到底 你是真的懂还是假懂啊 你千万别再用以前的方法在学为是 没有用的 拿名相套名相 然后拿到日常生活 什么都不会 要干什么啊 对吧 好所以你不合格 来哪一个人能够告诉我 好来 好 徐里月你来说说看 徐里月让他先讲 他 他把证不对啦 你准备吧 但是他很有热忱啦 这是真的 師父同学妙吉祥 因为有弱点 有弱点 好 什么叫做有弱点 什么叫做有弱点 因为会怕 会怕吃苦 会怕吃苦 那不对 都不对 好 虽然不对还是要谢谢你 胡佳培 来 翁翠平你让给他 他比较少 他比较少发言嘛 对 我是胡佳培 试着讲出我的那个 好 就是在践行中 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点 然后可以削弱自己的习气 那当然就是慢慢的就可以把自己的体会跟法医去相结合 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看法 谢谢 OK 还有吗 还有吗 好 你 各位师兄 你这不也是名相套名相吗 对吧 好 好 千万不要名相套名相 本班最嚴重的问题 就是 就是名相套名相 套名相 不可以这样子 那是没用的 师父 谁咱们奥阿尔 为掐爪 我现在有事回答 从践行中才能看见自己的不堪 那不就是胡佳培的吗 你不能套用别人的 对 好 讲的话 为什么你一定要践行 你看师父怎么践行嘛 师父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对吧 On all around 乔乔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讲入法师子来分享 我是觉得说 因为义理 义理太空泛了 当我们在践行的时候才有体悟 因为你 你践行的时候可能遇到逆境 然后才会想办法 然后 你才会打开 有机会打开自己的根本智慧 因为那是体悟 体悟而来 你我们的果位 智慧为什么会打开 就是要有体悟 如果你只有一位的所知障 你根本没有体悟 你不可能有什么果位可言 那就是一种你内化 你要怎么内化 是因为你碰壁了 或者你真正用把这些知识用到事实上被锤炼了以后 你一定会想 我会失败在哪里 才那时候才会去彰显 用很多方法去解决问题 得到的就是体悟 所以为什么我感觉到佛教讲心悟合一 你为什么要那个心 就是体悟了 果位来自于体悟 而不是来自于你学有多少 对对 谢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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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翠萍你要学 你要讲说 你连那个心理学家也都搞不清楚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学家 对吧 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他讲 健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良方 但是你不能只被这个名相 被这个名言要干什么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 你没有去践行 你不可能有体悟 佛教为什么叫正悟成佛 要你去悟 你在哪里悟啊 你不是在课堂啊 你课堂是学习啊 你不悟的话 课堂所学的全都是所智障啊 他只是知识而已啊 你要从践行当中把所智障 升华成为智慧啊 你在践行的时候 你一定会碰壁 为什么 你不践行 你就坐在那儿 业障打不到你啊 等业障打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往生了 所以你还有救的时候 你要赶快践行 你在践行的时候 你必然惨遭业障垂打 不是谁要打你啊 是你的业障在打你啊 所以当你的业障在垂打你的时候 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离 譬如说林柔泄民中 他们很穷啊很苦啊 财务困境啊 叫谁谁谁 没有人要理他们啊 信用破产啊 谁要理他们啊 没有人要理他们啊 这个时候 你就会想 我今天为什么走到这么潦倒 我为什么会 没有一个朋友 愿意帮我的忙 这个时候你才会觉醒 你悟到了 原来我是一个业障深重的人 你也是一样嘛 翁翠平 你不是股票都被套牢了 都不晓得损失多少啦 来向师傅求救 师傅 双手一挥 不是就把你救出来了吗 救出来了 你停了几个月 又手痒了 又去玩了 对吧 都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你约障太深重了嘛 打了不会痛嘛 就只有让你惨赔 最好赔光光 因为曹新成讲嘛 就年轻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有房子 你就是应该要在市场上被捶打嘛 你要有房子干什么 你天天守着你的房子 然后过那些逍遥的日子要干嘛 你这样子要怎么学佛 身体健康的时候整天要去遛鸟 对吧 然后我说你不要再遛鸟啦 你马上就要生病了 好生病来的时候 叫他诵经 师傅我高血压到200 我头好痛 我根本没有办法诵经 活该嘛 对吧 这不就是活该嘛 早就告诉你 你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消夜 诵经念佛 持着畅悔 要行善 你有做吗 你根本不做 我每天每一堂课回向都 赞叹佛头教育基金会 才师法师 无畏师 山师祭祖 天年都在做 你学了吗 你没学啊 你占用人家的科堂 占用人家的资源啊 你有学习吗 你愧对佛头教育基金会的培育啊 这个道理你难道都不懂吗 不能这样子做啊 对吧 所以践行是无比重要 只有践行能救得了你啦 你不践行的话你什么都别想啦 你践行践行不来 那就是你业障深重嘛 怎么解套业障啊 来 1 2 3 go 你业障深重你践行不下去了嘛 新的报告没办法写了嘛 新的报告也写不出来了嘛 借钱没人要借你了嘛 对吧 病苦 医生也没办法了嘛 走到要开刀挨墨啦 业障深重啊 怎么解套业障深重啊 你要有方法啊 你不是来这边 每一个礼拜听事物上课 这样子就好了 这种学生活是不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践行嘛 你不知道这个资源的珍贵嘛 对你的人生毫无帮助 完全没有帮助 我对你们算是很客气的啊 我对杰逸宣的成员 绝对不是这样 总部三点就要起身啊 你要知道啊 最新来的人 在乐活群五点就要起身 哪像你 五点半啊 射什么闹钟 五点半要起身你还需要闹钟吗 根本不需要啦 对吧 对 好 什么宵夜账来 要什么宵夜账啊 师父 師父各位师兄 翁阿威拉奉请主 弟者翁翠平 试着回答 好 基本功课就是诵经念佛持咒宵夜账 然后从诵经里面开智慧 想出想出好方法或者是能够努力再去践行 这样还不够啊 这样还不够啊 这样还不够 1 2 3 go 还有人知道吗 还有人知道吗 你们这不是号称学佛都学了几十年了 什么都不会搞什么啊 对吧 怎么消业障啊 你必须要有一套方法对峙你的业障 对吧 美其名是消业障 英文就是 Purify your mind 自尽其意 净化你的心 好 徐丽岳 徐丽岳你也是病人 所有生病的人 你都要知道自己夜上的身重 师父同学妙吉祥如意 要多拜颤 你的每个答案都让大家喷血 只有拜颤吗 那当然不对 当然不对 所以该怎么办 解套业障没什么方法吗 那个在生病的 鄧炳坤 你该不会什么方法都没有 然后你就每天 我是很感恩你来上课啦 你虽然有请假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了不起啦 从那个 那个南港的山上 跑下来是不容易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啊 我希望看到你的病情有 有好转啊 往好的方向进去发展啊 绝一轩你看绝一轩 多少病人啊 那个朱云青 本来在绝一轩 也是很大牌啊 叫他做什么 什么都不做 就是徐丽岳的翻版 我立刻就把他开除 非常快我就把他开除掉 开除了以后他在宣外 鬼混了两年 再回来的时候 告诉我他已经癌症了 太多这种例子 夏威最近回容 回来的清华大学的那个教工 他也是在绝一轩 也是鬼混鬼混鬼混的 一天混一天 我说你给我滚出去了 现在回来 全身都是病 告诉我 这个病那个病 这个病那个病 他们还有造影 造影 以前他在绝一轩的时候 最出名的是 他是一个心脏病人 然后他的心脏非常的严重 经常是心脏停止跳动啊 然后在绝一轩 他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但是绝线很严嘛 对吧 一般人就会 误以为说 很严 我是一个病人 我会看守不住 你错了 为什么要这么严 因为你夜上太深重 你没这样子的话 你活不下去啊 结果我就把他开除了 滚蛋 出去以后 他每天都看绝线的播出 有看没有懂啦 我告诉你 你来上课你都 考了都不会了 他不在宣里头 他怎么懂 不可能懂的啊 然后决心有活动 他一定来参加 晚会啊 朝圣之旅 他都来参加 后来他的心脏病 越来越严重啦 他就申请回来 就说师傅 我心脏病非常的严重 我说你要申请再进来的话 你一定要听话照做 你没有第二条路啦 为什么你听话 你就自然你能够 会能够消业嘛 照做你不要再叽叽歪歪 再照新的业嘛 你在外头你为什么一定是病情会恶化 你在外头随顺你的业力在绑架你嘛 爱睡就睡 爱喝 不能吃的你猛吃嘛 这个人一天四杯咖啡在绑架 对吧 不能吃的东西他都吃 牙痛到吃止痛药了 然后 你那个 谁买 黄竹的那个 火锅吗 是吗 黄竹的 供养 你供养 你的师傅 素锅火锅嘛 那是辣的 又酸又辣 哇 他马上就又吃了 我说你牙不是痛啊 他说吃了再说了你看 所以这个在师傅的眼皮之下 他还这样子做 如果离开绝线的话 那就是无法无天 必然是无法无天 再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人样了 完全不是人样 我讲那么多 太多 太多这种例子了 太多了 还有一个周琦 周琦也是福建的 假装性癌 绝线病人非常的多 你们所知道的张银 重度忧郁症 吃药长达两年 进来绝线两个月 完全痊愈都不用再吃药 所以他赶快接应他的妈妈 那朱云青癌末的这个 他在绝线超过一年 然后他的癌末越来越好 往好的方向发展 结果他想办法接引他的先生 因为他的先生看到他好转的状况 最近上个月他又接引他的女儿 所以福建的阅读量 为什么今天六点半的阅读量 叶茂亮两万多啊 你们多少 什么三十一啊 对吧 你怎么能够跟别人比 今天的领柔阳是朱云青啊 对吧 你怎么跟人家比 人家是病人啊 然后你如果是病人 我是病人 我什么都不能做 像刘晓琳不就是吗 所以刘晓琳要跟我请假 我说你不用跟我请假 没有用嘛 你跟我请假要干什么 你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来上课 你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诵经 那就你随你去嘛 你就是去让叶利垂打的那一个嘛 杰西勋那么多成功的例子 你有看没有到 你听都不听 闻都不闻 那你学什么佛啊 对吧 人家为什么会活得那么璀璨跟睿智啊 从死亡边缘 逐步逐步逐步再走回来 他的先生相信了 他的女儿相信了 现在都在绝选了 那你们呢 你一个都没有办法接引 这次去竹北 你也没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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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都没接引 通通都是似乎一个人 你不觉得可耻吗 你不觉得吗 你老实说 你们就是苟且偷生在过日子啊 这种学佛是没有意义 你偷看 你在课堂上偷看这个偷看那个 我站这么高 我不知道你在偷看吗 你看这个看那个要干什么 现在是为是的课 请你认真听课 你不是这个时候又在看其他的书 看这个书 看那个书 跟你以前最惹人讨厌的真宗性 那个我有一次去拜访十一楼办公室 他们就说真宗性特别的特别的可耻 整天都在这儿 然后不知道维护 维护这个 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资源 然后还跟人家打架 我都不知道他跟人家打架 你要知道啊 他上课就跟你们一样 他都坐在讲路华旁边嘛 然后他听课的时候 旁边就放着其他的书 我都不知道他是来听课的 还是来看书的 你要看书你滚不是就好了吗 他跟着我六年啦 直到疫情来临啦 所以我希望我讲的话 你一定要听进去 戒除你的恶习 你在课堂上看别的书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One two three go 这叫你犯了什么戒啊 你在课堂上看别的书 张兆麟 这叫什么 你犯了什么罪 讲的话 性戒是吧 我讲不出来 偷盗嘛 偷盗嘛 你偷盗师傅的时间 你偷盗整个课堂的时间嘛 你不应该这么做嘛 不是吗 如果师傅上课的时候 放个一网席的视频给你们 然后我也来看其他的书 你心里做何感想 你要将心比心啊 你连这一点都没做到 你学什么佛啊 我问你啊 我来这边 我从去年12月11号 来这边上课 到现在 几个月啦 将近一年啦 我看你们都没有进步 完全没有进步 恶习都一样的 没有进步 没有改善 为什么要K你们 要你学会放下要改啊 而不是把你的恶习 二月藏起来 窝藏起来 怕师傅看到 躲在这名证的背后在那边偷看 拜托师傅什么样子的人 我看不到吗 我就不要在这个班上 我都可以看得到你们在干什么 你相不相信啊 是啊 王富中以前不是就讲嘛 我跟王慈景在家讨论的事情 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 师傅给我们解答了 你的师傅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太小看我啦 我不骗你啊 我要修理你不容易吗 对吧 不想修理你 就奠记着你是佛弟子 对吧 所以我希望你们 好好的正确的勇猛正精进啊 不是 来上课 美其名师在上课 其实你 答都把它答不对嘛 对吧 我这不好意思讲你不对啊 你该怎么办啊 不能这样子过日子啊 不能这样子过日子啊 你这样子过日子 不是伤害到啊 伤害到你自己啊 你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你积累的业障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离死亡的日子越来越靠近 眼睛一晃就到了 世间无常迅速 对吧 事物开辟了那么多的方法 你们一个也没跟上啊 不是吗 只有结架 对吧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哦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无量门对比 VS就是对比 VS旁边应该有一个点 但是这样又会沾用我的有限的空间 所以我就把点给删掉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里一个点 因为那个点点下去 这个那么大的字体嘛 点下去就会很大 这里又一个点 就会干扰大家 不知道这样子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点 就是VS就是对比嘛 VS左边这是一块 右边这是一大块 对 今天要讲的是 就是无量门对比 本来极静 然后自信涅槃 自信涅槃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嘛 我们上个礼拜 讲的主题是 本来极静 然后自信涅槃 现在就是要无量门 来对比上个礼拜的内容 好 然后 所以那个直觉思维 你一定要想办法啦 你现在真的不要 你现在真的不要 又还是在佛教里头学佛法啦 那真的很惨啦 徐里悦更惨 他是在这个念佛法门里头来学佛法 太狭隘了嘛 太狭窄了嘛 现在已经是AI的时代 AI的时代就是开放的时代 人跟AI已经在竞争了 你还在那边念佛成佛 念佛成佛世界大同 这句话没有错 但是你讲不出道理 这个是可耻的事情 所以你一样是在名相套名相嘛 我要先解释 今天没有讲义 我向大家致歉 因为我的电脑已经真的是证实 它确实是有问题了 我把那个 就是要给大家的讲义交给蒋路华去印 那个讲义一定是停留在桌面上 我的桌面上没有其他的PDF 只有他是PDF檔 我就把它拉到那个USB里 而且要拉过去的时候 他说我彻底看了有六页 我还跟蒋路华讲 有六页 好 他说好 就去了 去了 他回来告诉我 法师不是今天的上课 这变成里头变成是 微魔结晶的讲义 那这句有鬼了啊 是不是 就是 就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反正 这已经 我的 我的那个什么 不是论文 就是这样搞砸的 要 开始要出事 出那大问题的时候 好几次都是 没有办法储存 有按的储存 但是 他储存不进去 我以为是 我没有按 所以今天我就是特别 因为上个礼拜 蒋路华也跟我反映说 也是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就是出来都是前一个 前一个礼拜的 对 然后那个USB是清空的 是完全没有东西的 所以我今天我就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结果拉过去 我还 在那个USB里头打开来看 都没有问题 他下去 上来就告诉我 是上个礼拜的 而且是微魔结晶的 所以这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还是沿用以前的方法 就是我到时候传PDF档给你们 对 是 好 那可能就是解决的方法 就是要去修这个电脑 好 1 2 3 go 直接思维 一定想办法 要训练你的思维要提升起来 你思维不提升起来 你真的不用想要学佛了 即便是最简单的念佛法 你还是要思维升华 我为什么不认同 不认同徐里悦那种学法 我问他说你念什么佛啊 他说 我说念佛有几个方法 他说三个 我说不对 是四个 他连念佛 整天看到我就 念佛成佛世界大同 你就专攻念佛法门 那也很好啊 但是你讲不出个理由嘛 我念佛为什么一定成佛啊 念佛一定成佛啊 但是他是有条件说的啊 多少人 特别是老菩萨 他没有知识理论 没有义理的理论 他一昧的相信 相信佛会救他 等到他老的时候 他要死的时候 他变成是癌症啊 他开始起烦恼 大烦恼 悔佛 棒佛 这个就是 没有义理的可怕之处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念佛 你不知道什么条件之下佛会来救你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佛想要救你都没办法 我怎么知道你们太low啦 我不是 我十一月十二月十一号来 来教你们的 那那个 二乌战争什么时候开打 去年二月十四情人节 这讲过多少次 你们也背不起来 对吧 你根本都不用背嘛 对吧 这不就association 你需要联想法吗 12月11号我来教书 二乌已经开打几个月了 已经九个月了 对吧 我问你们 为什么诸佛都不去救二乌啊 放任他这么残酷的在打仗 为什么 上帝也不去 阿拉也不去救 诸佛也不去救 所有的圣人放任他们开打 原因是什么 你们没有一个答得出来啊 就是这一题刺激到我 我认为你们学佛都在学假 所以我才开辟一往行嘛 我认为你们根本没有在践行嘛 这么简单的题目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答案 你的答案都是天马行空的乱飞啊 然后套话的连着套话都没用啦 那不是学佛的正正确的方法 你被误导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嘛 对吧 这些人恶物这些人 心没有跟诸佛的大爱相应 他怎么拿到诸佛的那个加持啊 是不可能的嘛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一样嘛 为什么我说徐里悦你不能见人念佛 什么念佛成佛世界大同 你要讲可以 你要讲出道理 为什么念佛一定会成佛 我绝对相信念佛一定成佛 因为我就是念佛的人嘛 持咒的人嘛 我耸持经咒好的人嘛 我不像你 你只有念佛 你没有义礼 对吧 你没有义礼 你没有智慧 一考就倒 来一点点小境界你也倒 你什么都倒 然后你的病情没有好转 对吧 所以你没有智慧一定不可能 那就不是学佛 你不要打着学佛的旗号 漂白自己说 我每天都在学佛 我每天都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 我说的那个真宗信 从那个基金会开门 他就一直待到晚上基金会打烊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他 他是基督徒啊 大家都不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啊 我的徒弟 忠先立他是天主教徒啊 你要知道 这个宗教别他只是方法论而已 你不要停留在方法论 修理别人没有必要 真宗信为什么人家不喜欢他 有一次我听 我刚好走到楼下要回去了 我听到他讲 号召了一大堆人 说要去他们教会吃饭 然后我就说 你们的牧师会让你吃吗 他说 哦哦师父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们牧师真的很可恶耶 他不让我们吃耶 我说那请问 你有为教会付出什么吗 他说没有 对嘛 你连付出你都不愿意 就像徐李月 我叫他去扫厕所 亲人告诉我 我就把一张卫生纸放到垃圾桶 他还表演给我看 放到垃圾桶 嘿嘿嘿嘿嘿嘿 你这什么态度嘛 你完全没有付出的那个 利他的精神啦 你简直就是跟真宗信一样嘛 所以真宗信 他去人教堂也没有人欢迎他 他在这没有人理睬他 你要知道这样子的学佛人是悲哀的 然后讲话跨跨其谈跟戴台林没有两样 鲁莽 鲁莽的不得了 所以他跟你一样 他也是被其他法师赶出来的 然后后来逃到我的班上来 跟着我就跟了六年 一直到疫情来临 这些都是实力 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 你千万不要再犯同一过 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也六七十岁了 不是吗 你们都是 都是那个退休的人员了嘛 不是吗 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戳脱可以浪费啊 你这样子在过日子 然后打着修行的旗号 漂白自己 自欺欺人而已 毫无意义可言啊 好 One two three go 直觉思维 看看这张图跟这个 有吗 好 胡佳培 下一个徐李悦 因为你们两个同时 一定要加油啦 你不加油是不可能的啦 不是我要对你言啦 因为我可以知道你们的老来的后果是怎么样嘛 对吧 你为什么不听话 你在忙忙燃当中每天混日子混吃等死 要干什么嘛 来 请 胡佳培 我是胡佳培 好 试着说出我的小小的了解 好 就是 无量门呢 就是 元起世间其实有很多的 有种种像 那就是 就是有所谓的方法论 那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阿赖耶识 元起 头现出来的种种 都内心的投射 就是有 就像这个上面的天女善花一样 对 很多 那当然就是知道它是方法论 我们要超越方法 超越世间种种一切相方法论 超越一切的元起 那在这个本来极境自信涅槃呢 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元起 还有呢 种种像 你刚刚也提到种种像 还有吗 元起种种像 那 因为其实知道这一切的都是 就是暂时的一个假名的一个呈现嘛 那我不要去著作它 OK 对 这个是最重要 是我不要去著作它 因为这样就是 这样跟主题有什么关系 那因为其实 这 只要不著作它 那其实 其实一切本来就是自信光明 本来就是 一切的 本来就是很 就是清静嘛 就是寂静的 OK 一定要遵守这个 一个 一分钟 那个 他要回 知谱同学妙吉祥如意 好 我们自信本质清空吉 对 然后呢 那因为 因为我们有无名 所以会长六粗 因为我们执着分别 然后妄想 就会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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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可是你都在套明相嘛 你 你讲的这 这一段话 对吧 每一 每一句都是明相 什么本心 什么妄心 什么迷失自己 通通都是 都是明相 你 应该要 讲里头的东西 什么是本心 你要诠释出来嘛 对吧 什么是妄心 你要诠释出来嘛 不是吗 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静止 然后 什么东西照到 就变成什么样的景色 好 你这句话你要讲哪一个 你要紧扣这个主题 本来极境 本来极境 对 但 本来极境 就是我 本来极境为什么又会照到 照到你说的那个东西 因为 因为 因为我 我们有 六 感官嘛 感官 会 会 映入到本心 然后 我们会执着 有 然后 就会产生 执着 就会 就会起分别 就会 妄想 就会造业 但是 我们这心 本来就是极境的 你现在讲这一句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好 那换人好了 怎么没有 没有计时啊 他肯定已经超过了吗 好 1 2 3 go 哪一个人继续讲 到现在没有一个对 好 张兆林 你一定要学 胡佳培张兆林 还有这边同学 你看 他们被师傅海K 放下嘛 因为你平常学不到放下 我保证的 没有人敢K你啊 只有谁敢K你 请你告诉 什么师傅啊 業力 给他 给他加一分 对 只有業力敢K你啦 你被業力K的时候 还不敢吭声 怕人家耻笑你 你何必等到那个时候啊 对吧 师傅K你就是在模拟 业力K你 你要学会放下 我告诉你 世界 世间最困难的法门就是放下 你做不到的 你每次讲一大把 就放下嘛 放下 你劝别人放下很容易啦 你自己做得到吗 蒋露娃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当然做不到嘛 使爱生气的嘛 不是吗 那没有用啊 对 所以 来上课 就是 向内反省 检验自己 怎么检验呢 你答题错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么low嘛 对吧 这不就在检验吗 这不就在 健行 William James的那句话吗 健行是检验真理的我依良方 你回答就是在健行嘛 对吧 为什么说他就是在健行 你这一套方法学会了以后 你要去教导别人嘛 把这一套方法把这一句话讲传输给别人 不就是在健行嘛 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 你怎么去救度别人啊 你都不用救度别人 你就能够升天啊 鬼才会相信你嘛 对吧 所以学佛一定不是那样学的 好来 张兆霖有请 口音尾 法师跟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 是啊 今天法师的开示 跟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完全相符 当然我先参考一下 跟刚刚的偷盗罪 我们本性 对 我们从善良看来讲 本性自信 信心如如不动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就是无两门 无两门对两门就是实践 你要去能够去体会 这个这件事情 你要能够去实践这个事情 你要能够去实践这个事情 你要能够善用其心 你就要把這個樣的自信能夠做一切的可能性不決定 那也就是說無量門基本上也告訴我們說 你透過的健行你能夠朝向無量智慧 智慧光 你透過健行你能夠去體會所謂的法身 從我們的人身無為法身這樣子 能夠法身 暴身 化身 它有這樣的一個層次 也就是說簡單來講 我認為這句話相應的就是善用其心 我們心是本來極盡如如不動的 但是你如果能夠在健行中去體會體悟 而能夠在健行我們所學的這些義理的時候 它可能所延伸的就是所謂的那個 無量門 OK 所以你認為無量門有多少東西啊 心魔中生是一樣就是不可思議 就是我們心的形象是一切實術是無量的 那無量東西有多少東西呢 完全在你的體會 你的總色 當你的境界越高 你的能量位界越高的時候 它基本上最後就是一己一切 OK 好 我來考 我先考鄧炳坤 無量門有多少 佛法 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佛法包括無量的法嘛 那無量法你總得要規範嘛 怎麼不能告訴人家說 喔 說你病了 用哪一個法 喔 無量法 太空泛了嘛 所謂無量法一定是有一個界定 來 請 你們這都老修行呢 考一下就知道 來 廟吉祥如意 好 法師學長 好 我是鄧炳坤 好 就我的了解 無量門就是 佛之前他所說的一切法 那這一切法包括 譬如說我們講的五韻 十二韻元等等的 這些法門 但是這些法門 就剛剛學長說的 他其實都是緣起的 所以他其實是不究竟的 如果我要你把它分成二法 你會怎麼分 就有為無為法 還有呢 其實 有為無為沒有錯 但是這不夠啊 還有呢 其實如果 基本上應該是不餓 最後的 不 我現在要你餓嘛 因為這邊就是餓嘛 要從餓走過來這邊是不餓嘛 所以你這邊搞不清楚的話 你怎麼走進來這裡啊 你永遠是懵懵懂懂的走嘛 對吧 所以我現在在幫助你啦 就是你劃分為二法 你說有為無為 對 還有呢 其他的人幫助他 來 他上上個禮拜答對六題 上個禮拜我不催他 他零題啊 所以你看你們有多疲啊 你們的業障真的無比深重耶 我不騙你啊 對吧 法師其實我不是 我真的是 江南財敬 哪裡 我江女財敬 我都還敢站在這裡 講課 你江南財敬 對吧 你看他 他有答 有答對 對 他 他放不下 你知道嗎 他一定想 這個一定對 我才要答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子 你要訓練 訓練自己 每一個情況你都願意去嘗試 這樣你的病就好了 我不騙你 你看師傅七十幾歲了 師傅都沒病 這個人整天感冒 我連感冒都沒有 我是對照 我餓 不是就是有為 我是有為 有為無為的 他 他 是 是啊 但是他也跟上流行 他這人最愛流行的 流行 流行COVID-19 他也跟上了 三個半月 才會好 因為這三個半月 他們整天都在抱怨 都在抱怨 對 到最後 沒人理他 他就只好乖乖的 對 你不能理他 因為你理他 他就越來越囂張 對 對 二 發分為二 我現在給您提醒一下 運 促 戒 地 那你那個有為無為是針對地 對吧 運促戒 這就可以分為設法 心法 對嗎 對 這麼簡單 否則你無量門 這些 這些其實 無量門太多了 怎麼解 怎麼能了解 不能了解 對吧 佛法老早都幫你安排得好好的 對吧 無量門就是 你要把它規劃 你規範出來 無量門 二法 你也可以是色法 也可以是心法 你也可以是有為法 你也可以是無為法 運促戒 這個都是屬於現象界的無量門 第一 有為法 現象界 無為法 心法 就要走到這 你只有靠心法才可以走到這來 對吧 你們都學佛學這麼久了 但是這個 白法明門裡面的話 這個色法跟心法 對 這也都還是有為法 當然啊 可是 你要粗略先化分為二 你才有辦法再往下嘛 再往下細分嘛 否則你就有一個頭五十個大 然後就想 我沒辦法了 太多了 那這樣怎麼學佛啊 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就投降了嘛 對吧 你為時可貴是他很精細 你要善用他的精細的優點 但是你不能被他鎖住啊 你不能每一個 你跟那個 跟像這種 非常粗獷的一個人 你也要跟他講那麼精細 他沒時間聽你 他也沒耐性聽你啊 所以你學佛 要懂得 變通啊 對這種人 你就是 一分為二 先叫他懂 什麼叫心法 什麼叫做色法 這樣就好了 然後有機會再跟他講 心 心所 接下來怎麼劃分 這樣可以嗎 要有方法 這個叫無量門 否則你講 你講不完啊 你三天相一夜 你都沒有辦法講完啊 是不是 好 所以 今天的主題 上個禮拜我已經把這邊詮釋完了 對吧 這已經都講得很圓滿了 現在就是要來講 你我都是生活在現象界 我們要面對無量法 然後我們要怎麼善用無量法 來走到這兒 你想有沒有辦法啊 無量法有沒有辦法走到這兒 好那你告訴我你怎麼走 他每次他都是這樣 他都是呼嚨我耶 你問他他都說 嗯 對這樣對 然後我對好 我去再考你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世哲來分享 因為現在無量門就是 是二元對立的方法 運促借地 他他有分 等一下我要講他這一段 這一段是在講運促借地 當然 維持他是可以分得更細更細更細 但是他一定是先從淺的 一直要給你講到深的 但是他一開始 我的釋經題就有先把這個是最大的重點 因為所有他傳授的法 都是要引導眾生走到這兒嘛 對吧 所以今天就開始從比較粗淺的 開始要講了 因為最深的我上個禮拜已經講完了 好來 那因為本來那個無量法就是 因為我們線上線是二元對立 對 所以一定粗略的一定像法師講的 一定有色法跟心法 對 那我們從色法進入 然後事實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到心法 然後那個我就是講這個就是風發血月 這一個我們要靠無量能 這個色法 色法引進來 然後提升自己從有向到無向 才能在現象界裡面初步去看到這個原成實性呢 就是那個變量 就是要這樣走你才能夠碰觸到自己裡面 好 那我再請請教各位 他說的他很聽話喔 你看我說你可以一分為二色法跟心法 他也說對對對就色法跟心法 他不知道挖了一個陷阱給他咧 我現在的問題是 你從 我現在的問題是心法 這裡我發分為色法跟心法 我現在的問題是 心法是不是就是 本來極盡自性涅槃 許里悅 我這一題我一定要考你 因為你經常都跟我講 我說你不要每天都是講念佛成佛 念佛成佛世界大同 然後他就說一切都在心 他還有手勢的 一切都在心 我現在就要問你啊 心可以 心是否等於本來極盡自性涅槃 是不是 不能告訴他 現在考他 因為我一直念佛 所以我的心是阿彌陀佛 哪一個人可以救他 你們這邊高手 哪一個人可以救他 張明正你救他 師傅好 各位學長好 我把張明正速度回答 其實他我們的心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 三性嘛 都被汙染了 我們心實際上是被汙染 所以才會有 有有有有 便機手指 一塌起 然後嚴重 但是我們的嚴重是 還是在現象界 還是有四個相愛 對 你必須要跟他去適應 去去超越 你才有辦法才 對 也沒有完全清淨 還是所以我們這個汙染的心是 比較問題 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所有的心所法都是汙染的 對 所以鄧炳坤 你就覺得 哇 色法心法 那還有呢 還有很多 對啊還有很多 所以你要先 一分為二 二下來五十一心所 剛好趁我K 我K 徐里悅 他說 喔 我就是念佛嘛 我覺得佛就是心嘛 心就是佛嘛 現在張明正已經告訴了 告訴你了 心是攘污的 心不是佛 這樣你可以懂嗎 徐里悅 你可以懂嗎 徐里悅 就是會有很多無名妄念 所以心就是會 會 要 所以要不間斷 不妄想 不 不分別 所以你現在不是佛嘛 你當下你不是佛嘛 對對對 雖然用心在念佛 但是你不是佛嘛 這一點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嘛 很多人到臨終的那一刻 也沒有辦法成佛 那不是佛的問題 是誰的問題啊 是自己的問題啊 不是佛不救他 他沒有努力消夜啊 對吧 你這個道理要講得 講得非常的清楚啊 而不是什麼都推給佛 什麼都推給佛 我每天通通都在念佛 然後你什麼道理都不懂 這是很恐怖的啊 所以你懂得回來讓事物調教 還算是你有智慧啊 對吧 要不然你就是糊裡糊塗過一生 糊裡糊塗你的病也不可能好啊 對吧 一定要從意理下手 因為意理就是你的 逐步的 深化意理就是逐步的在開發你的根本智慧 什麼叫正悟成佛 正悟到你的根本智慧完全彰顯開來 這個叫做成佛 所以成佛是什麼狀態啊 你看這個圖 我特別挑這個圖 你真的不能小看似乎的用心啊 似乎的每一張圖一定有它的含意在裡頭啊 因為成佛這個不容易懂啊 成佛就是證悟到終極本質 什麼是終極本質 它是如如不動的 它可以衍生 它可以 它是如如不動的 然後呢 它是最大化能夠融色所有的因緣 它可以融色每一個因緣 它融色橡膠的因緣 就去將來製造成這個橡膠類的那個激光筆啊 這個通通都是橡膠類嘛 對吧 你沒有這個終極本質的話 你只有現象界 它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一個東西的啊 這個道理你都要懂得很清楚啊 那這個終極本質它是如如不動的本來寂靜 它是不動的 路過它前面的可以是千百萬億的因緣啊 我以前不是舉了一個例子給你聽嗎 我不知道路仁德有沒有聽到 聽過就是有一個人吐了一個龍眼紙 在嘉義的後臂箱 我是舉例的不是真的真實的 他吐了那個紙 然後這個龍眼數就越長越高 越來越大 後來人家就把這個書給砍了 砍了以後 就剝皮嘛 送到紫漿殿在桃園 紫漿完了以後就製成這個 這個紙張這個紙 然後就到師傅的手裡來了 所以你在現象界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種子長成樹 然後被剝皮進入紫漿殿 桃園的紫漿殿 然後來到台北的杭州南路六十三號六樓 所以你看到什麼 時間的天流 空間的位移 時間空間一直在改變 分秒瞬間都在改變 那他改變了你看吧 在這所有的改變 時間的改變空間的改變 唯一不變的那是什麼 徐里悅 他背後一定有一股力量支撐著 他可以一下子變 種子一下變數一下子變數 一下子變數皮一下子 這樣一下子變成收據 然後什麼支撐他不變 他如果這樣變下去不得了啊 一定有一股力量支撐他不變 這股力量是永遠不變的 竹竹不動的 這股力量叫什麼 你沒有這股力量 你不可能成就任何一個改變啊 你要知道啊 這個道理你都沒懂 你要學什麼佛喔 佛性 那個唯一不變的 就是終極本質 或稱為佛性空性本性 還有什麼 一蹭一道 還有呢 手嫩顏三昧 還有獅子吼三昧 法界法性 所以不是只有佛性而已 所以你不要不能這麼狹隘 你這麼狹隘的話 哇離開佛這個字 你就什麼都沒了 我說的這一串道理 是記載在哪一部論書啊 哪一部 One two three go 哪一部 來張明正 法師好 這邊就試圖回答 大乘弦論 大乘弦論 哪一個作詞 極障 極障 極障大師 極障加祥大師 是大師寫的 你最喜歡 你最崇拜大師嘛 對吧 所以 他說極障加祥住的 我還特別加上大師來討你喜歡 因為你太呆了嘛 你只崇拜大師嘛 小螞蟻你根本看不在眼裡嘛 不是嘛 對吧 極障大師的大乘弦論 就寫著 這個佛性本性它是依著不同的佛教領域 大師給他不同的佛教的名詞 所以你要執著什麼 手嫩顏三昧可以啊 手嫩顏三昧就是文書出家證物的第一個禪定功夫 手嫩顏三昧 獅子吼三昧可以啊 不思議定可以啊 這也是文書的拿手好戲 現在你看我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終極本質 終極本質是哲學名詞 佛性是那個佛教的名詞 你要了解這個講的是同一個東西 但是你不能永遠只知道佛教的東西嘛 對不對 你現在是AA的時代 你一定要拓寬你的思維 你的視角要拉寬來 你才能夠過日子啊 這個就是終極本質 也就是佛性空性 它是如如不動的 但是它為什麼裡頭有花啊 有花瓣 而且這個花瓣就是下面這一個耶 是一模一樣的啊 你要知道我找這個圖 要奪費心血奪費功夫啊 你毫不感恩嘛 還在那邊偷看別的書 你對得起老師嗎 應該好好的懺悔啊 是吧 這兩個為什麼一樣啊 誰能夠告訴我 你這個圖看懂了 你裡頭的這經文就懂了啦 很多人以為我在聊天 你搞錯啦 你大於是才會認為我在聊天啊 我從進來我就開始在講課啦 我今天就趁著這個五亮門修理你們 平常我都不想要修理你 因為這個主題不對對吧 這個主題剛好修理你們 恰如其分恰到好處 讓你一輩子難忘 所以修理人也要有功夫我告訴你 好請你告訴我 哪一個人能夠告訴我 這裡也有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剛好是這個東西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讓給他 因為他很少答 而且他很少答對 他也是錯的比對的多好不好 所以眼睛要去開刀 還好意思笑這麼大聲 各位師兄 我想到的是阿賴耶什和那個現象界 就是他們 哪一個是阿賴耶什 哪一個是阿賴耶什 下面是阿賴耶什嗎 對然後上面是他的鏡像 就是他反射映照出來的 好來 來翁翠平 看來你是要去開刀 怎麼辦 眼睛開刀就代表沒智慧嘛 師父 真的我不開玩笑的 算命就是我們在看人的面相 這個眼睛無神你看喔 那個報紙登出來 你都不要看字 你要登一個照片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人已經往生了 為什麼 他的眼神是空王 走的是空王 王者那個王 所以眼神是最重要啊 好多人好呆喔 看面相就說 男的要額頭很寬大 女的要地格 這個叫天庭要飽滿 女的要這邊要四四方 要這樣飽滿下面地格要方圓 你太呆了嘛 對吧 眼睛都無神了 你有什麼 這裡天庭飽滿這個下面方圓 這樣要幹什麼 最重要的是眼神 你去看看 你看看王永慶嘛 王永慶瘦皮猴一個 他有天庭飽滿地格方圓嗎 沒有啊 對吧 你看他的鼻子有聚拆嗎 沒有 他的面相幾乎是破格啊 但是你看他的眼神 沒有人能夠有像他那麼銳利的眼神 這個眼神從哪裡來 他的吃苦耐勞 他很窮嘛 他要去 他們家很窮 他要去送米嘛 對吧 他那個幾十 可能都八九十年前 他送米的時候 他就帶了一條毛巾 那個不是擦汗的 到了一條毛巾 到了人家那個店家 就是他要賣米給人家 你家的那個店家 他就先把那個米缸 都給人家擦乾淨 才把新的米放下去 人家就感動了 他做生意是有方法的 他從吃苦裡頭學到 我一定要勇猛正經驚 或者我沒飯吃啊 這就是他眼神為什麼那麼銳利 銳利不是不好啊 這是他的智慧啊 你要知道啊 所以你眼神這樣 整天都要這樣 該怎麼辦啊 你學佛學錯啦 對吧 你要加油 師父 我每天不是都為你回向嗎 而且告訴你 陳敏玉你要加油 我不是在安慰的 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有意義的 來請 師父 各位師兄 師父 師父 剛才已經有講了 只有現象界 是不能形成任何的 任何法的 那上面那個終極本質 他就是能夠 這個最大化的融社 千變萬化的因緣 成就現象界 然後 現象界就是千變萬化 但是在終極本質那裡 他是 可以跟 現象界跟終極本質 在三超越那個地方 是可以那個 你不要再講了 你這樣我都 對 太混亂了 謝謝 他算是完全答對 他算是完全答對 這個就是終極本質 他是月亮 我們通常佛教以月亮 當作 終極真理嘛 對吧 然後他為什麼出現 這邊有這邊的東西 他要告訴你 你這邊的東西 是透過我終極本質 納受你的每一個成因跟圓 你才能夠成就這裡有一個花瓣 這裡有一個花瓣 你的每一個花瓣要落實在現象界 其實都在這邊就已經成就了 但是你看到的是這裡 他這邊納受的不是食物 是那個圓啊 這樣你懂嗎 所以我們的無量法 無量門 有沒有十二因緣法 有沒有 當然有啊 是不是 有沒有 不敢講 所以你懂得不夠透徹嘛 無量門 當然有十二因緣法 有緣起法啊 不是嗎 好 所以你看吧 師傅要找這個圖多困難啊 這個方便讓你知道 下面是現象界 就是物質界 就是有直愛的 這邊都是有直愛的 用佛教的 的術語 他就是物質性嘛 所以他一定有妨礙嘛 叫做直愛 這邊有直愛的東西是 但是這一個是最重要的根本 你沒有這一個的話 他 立善就是永遠是立善 他不可能送到哪裡融化了以後 變成生酮還可以再變賣 不可能 這需要有一個因緣嘛 對吧 這邊所有成就的現象界 主因在這邊 這個是主因 然後他透明給你看 不是他真的有這些東西 他是成就這邊的因跟緣 在這邊他掌控了 他納受了所有的因緣 讓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他所成就的因緣的現實面 這樣可以懂嗎 好來 好你要分享 來 那個 那個什麼 人的 你可以聽得懂嗎 有點深齁 師父盡可能講的比較淺 因為他們都老鳥了 他們都老鳥了 我一講老鳥 他馬上相應 就說讚讚讚 他們都是老鳥了 對 然後就是 所以師父要講的淺一點 就是 就是怕你這個 就是不容易懂 為時真的是非常的深 好 跟我上禮拜跟師父提的那個問題 有相應 好像是 就是人死後啊 你說那個 靈魂不死 離開到宇宙波凡數到終極本質那邊嗎 對 那個不是終極本質 那個叫做宇宙的波凡數能量廠 那個還不叫 那個不是終極本質 那個一定不是終極本質 所有現在科學界所驗證出來的任何一個東西 通通還是在 現實面 都還是在物質 在現象界裡 所以這個 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 非常的清楚 所以網路上面的東西 很多都是錯誤的 都是錯誤的 終極本質是 無形無色無相 他稱為佛性也好 他稱為本性也好 他稱為空性也好 他稱為實相實性也好 他最大的特色 無形無色無相 他是如如不動的一個特性 注意到他是一個特性 他是一個characteristic 他就是一個特性而已 他不是一個實體說 他是一個波凡數的能量廠 所以他可以納受什麼 這個人死後的那個 那個microduble 就是量子的有序 當他走到林中 他變成無序了 所以他剩下來的東西 回到宇宙的波凡數能量廠 可見他還是有嘛 所以現實界就是有 中極本質是空 空不代表沒有 空是什麼 來 中極本質的空 怎麼 來請坐 請坐 對 中極本質的空怎麼解釋啊 我說現實面都是有 都是有 然後中極本質 你怎麼去讓人得知道 什麼是空啊 他誤以為他在網路上看看 他誤以為他上個禮拜 問了我那個阿拉耶什的東西 他說網路上傳聞什麼時候 我跟他解釋了以後他恍然大悟了 好他現在想 那時候靈魂回到了波凡數的能量廠 他以為那個是 是佛性 錯 不是 那還是 還是有嘛 有就是物質界嘛 就是現象界嘛 那 中極本質是佛性 是空性 是本性 是真如是實相 等等等等 中規一句話他就是空 但是他不是沒有啊 那請你解釋 那空是什麼嘛 佛性這個空是什麼 欸 許麗月你最喜歡講佛性啊 我念佛成佛啊 那請你解釋什麼是空啊 虛空 你看 又來套一個名相 你解釋什麼是虛空 你不能用名相 這都不算對啊 你就是名相套名相 這段子叫壞習慣 好來 師父 師父各位師兄 翁阿伯讓風請坐 弟子翁翠萍試著回答 師父剛才已經講了 那個中極本質的空 他是一種特性 他是一種特性 好 那你也不對 你也是套名相而已 你把師父的空性拿來還給師父 這都不對 來 那個路仁德要要要要回答 第一次回答喔 給他鼓勵 對 不管答對答錯那都不重要 要學會放下 好 對 答對了 超越了空跟有 這個就叫做空性 二元對立 超越了二元對立 給他掌聲鼓勵 太讚了 太讚了 欸 哪個那個翁翠萍 你跟著師父 2016年來跟著師父 到現在前後的九年 你輸給一個 九十天的新人 對吧 那也是套話 對吧 要真正的懺悔 對的 什麼是佛性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空性 超越空有的二元對立 那什麼是涅槃 超越生死的二元對立 所以為什麼涅槃也進入了 你看涅槃也在終極本職 寂靜不是安靜啊 寂靜是超越草染濁與清靜 叫做寂靜啊 永遠都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所以為什麼師父敢保證說 我的課堂必然是高能量 師父時時刻刻都超越二元對立 我上個禮拜不是有講嗎 師父你K人家你都不會痛啊 所以你超越二元對立啊 超越K與不K啊對吧 但是我上個禮拜 我忘了是不是在這個教室 還是在禮拜四的教室 我說我背了一個最大的侮辱 你們也許老少跳樓去了 我第一名進北大 前後四年通通都是第一名 最後因為我的電腦又出現 跟現在一樣沒有辦法儲存啊 我以為儲存啊 我的論文寫了十幾萬字 就是到要那個要 我的慾答辯 2015年3月25號就通過了 那一年是我要答辯了 最後的答辯了 然後前一天明天要答辯了 我今天發現 我怎麼只剩三萬啊 我的論文怎麼剩三萬啊 我打電話給李婷玲 李婷玲都請假趕快來帶我去看我的電腦 電腦公司他就說師傅 我跟他講我明明有儲存 就是沒有不知道為什麼 我眼看著他的那個在跑啊 在儲存啊 然後就是沒有進來啊 他說師傅如果是這個問題 他說應該是你的磁條啦 你的儲存的那個磁軌喔 這一段是壞了 這一段好的 這一段要壞不壞 所以你儲存到好的就儲存了 儲存到壞的就沒有儲存 可是他在跑啊 所以我說那現在要怎麼辦 他說我幫你 他們有機器檢測嘛 出來就可以知道哪一段哪一段 好的剩多少 壞的剩多少總共有多少 要不好不壞快要壞的剩多少 我那個數據通通保存著 我不敢毀師啊 哪一家幫我檢測的我通通都有 後來他還特別給我出一個證明 證實我的電腦是有問題的 可是救不回我的答辯了 為什麼那個因緣真的太可怕 我要答辯的那一天是4月29號 5月1號是中國除了 除了那個什麼 春節以外第二大節日 他們一放就可以10天的 就是五一勞動節 因為他們全民都是講究勞動 師傅不是很認真念書嗎 然後做什麼事都很認真 他們就說師傅你是勞模耶 我是勞模是什麼意思啊 勞動模範 勞動模範叫勞模啦 你知道嗎 他們最喜歡人家稱他們是勞模 所以他們特別重視勞動節嘛 那所以中國大陸快要放長假的前一兩天 幾乎沒有人在上班 所以我剛好在那個節骨眼 我也找不到導師 我也找不到學校的班師員 通通都提早都休假去了 一放又是10天 我就剛好就在這樣子的節骨眼 爆發了 你們也許會去跳樓的悲慘的事件 可是你看師傅有受任何影響嗎 沒有啊對吧 簡鋒文院長從台灣打電話給我說 師傅算一算你應該畢業了 你要不要回來幫我們的忙 他說我們現在天台中沒有老師 我第一句話告訴他是什麼 我沒有拿到博士學位耶 他說有沒有拿到沒有關係啊 他說人格是最重要啊 你的人格大家都信任啊 歡迎你你回來趕快來趕快回來幫助我們 天台中沒有人教 你看15就是這麼開朗的一個人 我不想要淹是什麼 我都沒有講什麼啦 反正我就是這個內幕我通通都有數據在 牆上我每一天 我每一天都在牆上貼一個大字報上面寫著 離最後的答辯剩下幾天 我要為佛教展現慈悲與包容 天天我都是這樣鼓勵自己 就是我的拿博士的學位是要展現佛法的精神 而不是我要去哪一個學校當什麼 助理教授生父教授再生教授那要幹什麼 對我來說沒有意義啊 我的拿到博士學位就是更好的利益眾生 所以這過程當中人家一聽到我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對如果是你你會怎麼樣 謝民中你會怎麼樣 學長我我會讓我請坐 當然心裡會非常的沮喪 會你會沮喪 為什麼 因為明明明明可以很順利的拿到 對 拿到了 後來就是因為這個陰影 陰錯陽差 這標準的陰錯陽差 對 而沒有 所以會沮喪 陸仁德你會怎樣 陸仁德這個 以一般人的眼光講就是 這個老師很遜 我說世俗的啦 世俗的啦 這個老師就是指我啦 你還不知道 但是一個老師有沒有到 就跟六祖堂堅 六祖惠仁一樣 非光文字啦 不是學位不學位啦 對對對 是是 六祖惠仁跟神秀之爭 對吧 是 對 那所以你看吧 像簡豐文院長他就說 那沒有關係啦 就是有沒有不是學位不是重點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當然不是北大人 他就是有一次我去 那個叫什麼 公清王 公清王 公清王府 公清王府 那都是皇家的員林嘛 公清王府 你們知道齁 歷史回去查一下 對 公清王府 結果他就在那邊 他是一個律師 然後他在那邊做什麼 做那個導覽啦 然後我 我不是特刻意要去玩啦 就是那旁邊有賣那個什麼 古典的文物 我要給我的導師買一個生日禮物 然後我買好了 我就走累了 我就去那邊坐著休息 這個人他就用跑的 跑的 他就說 師傅 你需要導覽嗎 他就給我看他的志工證 我說我不需要導覽 我就腳痠了 我在這裡坐啊 他說 但你走一走 你腳就不會痠了 想一想也好 好吧 他就說我叫周靖 周就是周生那個周有沒有 一個儲狗那個儲 然後再一個耳朵 周靖 不是我的徒弟張靖喔 不是周靖 然後他就跟我 很好很好 有什麼好東西 都拿來供養師傅啊 還帶我去聽 他知道我喜歡歌劇嘛 帶我去他們 聽他們的國家音樂 聽聽那個Vivadi 中文怎麼翻啊 維瓦帝 四季 那也是我喜歡的一個歌劇 他就很難買票 他就是買了 帶我去聽 那還有 每年一定帶我去 去 某一個景點 去 觀光啦 然後 有一次他 不曉得帶我到哪一個山 那個山腳下 我們很早就去 因為他也是非常擁擠的 山腳下就滿足的菜啊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點了滿足的菜 就是給我吃 然後 他這個花樣很多啊 花樣非常的多 我每兩年要在台大 要在北大演講嘛 大型的演講 他都事先就來幫我複習耶 我做好PPT 然後告訴他 他就提早一兩天就來試聽 他那個人很嚴啊 他就會抓到你哪裡不合邏輯啊 什麼什麼 讓我有時間去改 你看這樣子 他一聽到我沒有 拿到博士學位 從此 沒有 就斷絕往來了 就沒有了 真的 我不騙你 其實從此斷絕往來了 就沒有 沒有再 再有任何的聯繫 所以你說 我難道沒有受到侮辱嗎 有 但是我完全 我不會沮喪啊 因為我還是我啊 我要做的事這麼多啊 然後我的這個博士候選人 很夠用啊 對吧 我可以幫助很多的人啊 我有理論基礎啊 我幹嘛要為一個博士學位 來沮喪啊 我從來沒有過 這個就是我告訴你 你師父的功力 隨時超越二元對立 這麼大的打擊 你們都說會沮喪啊 然後你們都說 這個會很遜啊 我完全不受影響 天天生農活斧 我如果有沮喪 有很遜 我有負能量的話 我老早就病死了 好不好 對 但是我都沒有 我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並不是說 我沒有受到人生的摧殘 不是喔 不是喔 是我善用方法 我善用方法 超越它了 對 時時都是這樣超越 所以我禮拜四的課 我不是Maggie卡伯 西點麵包 有供養師父 那個麵包嗎 我就邊講課就可以邊把它加持 變成高能量 有我在的地方必然有高能量 因為超越二元對立 就是進入高能量的範疇 負能量 兩百能量皆以下 有相賠福 你靠聳經念佛辭奏懺悔 這些只是在正能量 是在兩百到七百之間 你一定跟著師父要學會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你就進入高能量 為什麼要害給你 為什麼 文書也講啊 猶如金錠 他說修我的法門的人啊 就好像這個金錠 這個金金屬做的東西啊 因家垂打 貼你貼你 方知好物 才知道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嘛 對吧 所以你說你要 你要慈悲 那請你滾啊 對吧 我這邊就是文書法教 就是K你嘛 就是猶如金錠 方知 方知好物 因家垂打 因家垂打 你念到這裡去了沒 對 方知好物 記載在文書的經典裡 我就是修文書的 看得出來嘛 我舉手投足都是文書的影子 我怎麼嚴苛對待自己 文書不是只有K別人啊 他自己都這樣做啊 對吧 我怎麼要求我自己 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你們做不到的 似乎每一個都做到了嘛 對吧 所以你想要改善你的財務困境 不是沒有方法 當然有方法 你就是要超越二元對立 你就是要拿到高能量 你現在不是啊 殺生負能量 極低的能量 你不寫作 寫作就是來讓你深化一理 讓你學會拿到高能量 但是你不幹 那我也沒辦法嘛 對吧 你們這邊從來也沒人寫作過嘛 你看了都已經快一年了 你有跟上來嗎 都沒有 都在學假的 師父訓練人絕對是有一套的啦 我不騙你 你沒有寫作 你的想法是空泛的 一考就倒 你們這邊被我考了 考到幾十個 幾十題了 你難道都不知道嗎 你裝算嘛 對吧 我不想講你們嘛 不想拆穿你們的西洋鏡嘛 對吧 你一定要接受訓練越早越好 為什麼呢 老了不容易 不容易條件 因為你每天造二嘛 你每天造二 你的負能量太強了 就不容易 對 你禮拜四來上課 你還有高能量的麵包 所以我做到了文 維摩結晶獎 一個人要上台講課 他要有兩個條件 你說說看 你看 你最喜歡的 他要談定的功能 不 他不是說這樣 好 我去 你看又忘了 我都不知道 你還記得什麼 我知道一個 好 請講 我知道一個 好 你互助合作 站觀眾生 知道怎麼是觀眾生 對 那是第二個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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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字 對 要入定 要入定 concentration 他不是說要禪定 禪定跟入定有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啊 入定英文怎麼講 concentration就是定嘛 你一定要有定功 你的這個定在課堂上起到什麼作用 關照你的讀者 你的學生 你聽課的成員 看他適合用哪一個法門 他適合海K你就大力K他 要他馬上決心 就是在 你要入定你才有辦法 你沒有入定的話 你看到的全都是假象 對吧 那你聽了其他的課 你有這個 你的老師有這個本能嗎 你的老師有嗎 你只有傻笑要幹嘛 你只有傻笑要幹嘛 只有左支杖而已 對啦 所以我才說 你們頭殼壞掉嘛 浪費太多的時間 聽這個聽那個要幹什麼 一定要有入定的功夫 入定完了以後 關照 英文怎麼講 Contemplation 就是你起智慧是在這裡喔 入定只是定喔 讓你的frequency 讓你的振動頻率很安定 不會上上下下上上下 你上上下下 你就不可能賺錢啦 你的心就慌了嘛 對吧 你隨時都要在入定的狀態 讓你的頻率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一致 那電線感就是最一致的 電線感就是沒有Contemplation 他不會關照嘛 我人就要會關照 關照是什麼意思啊 關照就是你要升華思威 用心深化去想你的困境 你眼前你要解決的這個困難 誰做得很好 Steve Jobs 你不知道是誰喔 蘋果的老闆啦 Steve Jobs做得最好 他每次都在這個入定的過程當中 去關照他的產品 哪裡有問題 怎麼來改善 很可惜 他沒有把這個功夫 用來照顧更廣泛的眾生 沒有 我們上個禮拜 Sorry 不是我們兩天前禮拜四 我們才看了 Steve Jobs 那一個 非常知名的一個影片叫 誰能與我同行 他即將往生了 他想要留一些話給眾生 結果他講的話 你有上過文書的課 你去聽他的那個 他講的那個內容 你會笑掉大牙 他還在小的S裡頭 他講的通通都是小S 無知的大眾就認為 他好了不起喔 改變因緣就能夠改變世界 他說我們都要改變世界 你做到了嗎 你連最基本的你都沒做到 他到臨終要死的時候 他講 我勸大家 你要愛你的家人 你要愛你的伴侶 這不是就是小S嗎 他有做到大S嗎 沒有啊 是不是 所謂一個人會病苦 其來必有志 他自私自利一直到56歲 所謂你聽那個 文書的法教是極度重要的 你要解決你的任何一個病苦也好 財苦也好 你一定要從文書法教拿到最務實的 最快有效的方法嘛 對吧 好 Contemplation Concentration Contemplation 禪 接下來就是Zen 或稱為Meditation禪 是什麼意思 徐立月我考你 你不是整天都講 我還要去上禪修的課 你學到哪裡去啦 師父同學廟吉祥如意 禪就是外勁動我內心不動 對 那個六祖堂經 外離一切善惡嘛 不受到關擾 外面的境界 我不受干擾 這個叫做禪 定是什麼呢 內見自信不動 自信就是這個 就是佛性本性 他就是一個性嘛 他就是一個characteristic 他就是一個性 內見不是看到啊 見是什麼意思 悟到 不是不是關照 是悟到 你要悟到 他是足足不動的 他因為足足不動 他才能夠納受這個因緣 如果他在動他也在動 那天下大亂啦 不是嗎 一樣嘛 你要賺錢 你這邊如果動來動去的話 你賺不到錢的 我保證你賺不到錢的 他那個案子啊 那個 那個 炒股的案子 翁翠萍那個炒股的案子 他就被 忠憲曆給修理了嘛 忠憲曆說 你這麼死要錢 你要看看師父啊 師父一毛錢都沒有啊 一毛錢都沒有 師父從2014到2022 可以樂均2000多萬啊 2196 2196萬 今年肯定要突破2萬 2200萬 錢從哪裡來 你很愛賺錢 你把錢放在你的保管箱 銀行你的信用卡 那都沒用啦 那就變成死錢 錢不會漲錢 你去投投資股票 他會咬你 他會讓你虧損 你只有把他揮灑出去 幫助苦難的眾生 像師父一樣 他自然錢滾錢 我禮拜四不是又講了一個 他們家隔壁有一個人 就是我現在不是開很大的車嗎 那個人要送 有一個人他要送我車 我都沒時間理他 為什麼 太忙了 我說你跑去找蔣六華好嗎 我說我沒有車庫啊 你那麼大一個車我怎麼辦啊 他們家有車庫 你先暫停停到他們那邊去吧 然後他就說好 他們家旁邊有一個人 有一個鄰居 因為他喜歡做環保啊 撿垃圾啊什麼什麼 然後他整天都在地下室混來混去 混來混去 有一天他問蔣六華 你買了新車啊 他說不是那是人家要供養師父的 那是舊車 現在等著要過戶 師父沒空也沒錢 要過戶 他說真的嗎 他都沒有說我要護職師父沒有 他就說那我可以幫你辦啊 他說因為我很內行啊 我可以幫你辦啊 然後蔣六華就說好 你反正師父那麼忙嘛 他要給他證件讓他去辦 辦了他把那個什麼燃料稅 牌照稅還有那個罰款 那個人沒繳嘛對吧 罰款還有第一次那個保險也繳了 還有我剛剛講的那他都繳了 還有幫我把車都那個叫什麼保養啊 保養啊幾公里 五千公里要保養一次的那個保養 他也都做了 通通做了 總共花了六萬塊 他出的錢 那個人出的錢 然後他才跟我講 那個人打電話跟我講說 你師父你的車 雖然我們素妹平生 但是我要供養師父 請你給我有機會 他說我這個車怎麼修的 都在那個信級 他說信級的老闆跟我講 師父從來不接受人家供養的 但是我想師父你一定會需要這個供養 因為不是小金兒 他說總共要六萬塊 我都已經付了 然後你修車在阿丁那邊修的 你可以向阿丁打聽 我都要求他用最好的機油 什麼都要最好最好最好 因為是失誤要用的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這麼急急營營要錢 我這一下子莫名其妙飛來一個六萬 那你該怎麼說阿 這種Case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我非常容 我當然都是講路啊 每次以前的COVID-19以前 我是每一個禮拜都飛中國北 不一定北京啦 就是不同的城市 機票都是他幫我買不是替我買 聽清楚是我要花錢 他都幫我很節省錢 都買在那個經濟艙 經濟艙還有分等級 買在最後面靠廁所那個位置 是最便宜的 對 他的這個 這個 身材有道阿 他是節省的不得了 他說我很感恩他 但是我因為一直飛飛飛飛飛 每一個禮拜都這樣飛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他們都知道我是北大 對吧 然後北京機場那邊有一個人 他就說師父你這個人是台灣人 是北京機場的站長 他是台灣人 他又跟我講師父你可不可以行行好 我說怎麼一回事啊 他說我這個機場 你知道我們沒有邦交嘛 所以你也不可能在那邊設什麼點 他不讓你設的 但是他允許你 就是起飛以前的兩個小時 你可以使用他的那個 那個飛機場的工作台 就是有一個區 這個區就是長榮的 你就把你那個長榮的站牌 拿來放在地上 這個就是長榮的 那這個站牌通通都改成長榮 他說師父你可以行行好 他說我這裡有一個人 我說是你的員工 他說我哪有員工啊 都是我們就是這樣合作 然後給他們錢嘛 就是按照時間點這樣 他說他媽媽生病很嚴重 然後他說你可不可以救救他 我說好 我說他今天有來嗎 他說有 他說孫先生 那個中俄大陸 你不用講孫先生 你都要講老師啦 打掃的你也要跟他講 老師好請問一下 要去清華大學怎麼走 他就會告訴你 你如果說小姐好 他才不理你了 因為小姐是特種營業 人員叫小姐 一定不能叫小姐 你說先生好 他也不會理你 你任何一個身分低位 你都要叫他老師好 老師好 請問清華大學怎麼走 他就會告訴你 他說 所以那個孫先生來 我就說孫老師好 我說聽說你令堂有病 他就說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好 然後我算一算 他犯太歲嘛 他媽媽犯太歲嘛 我說這一定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說我身上有一個法寶 是我現在正在用的 先送給你 你讓你媽媽帶好不好 他就說好 還有文書八字真言那個卡 就這個卡 裡頭有一個 就這個 像那個信用卡 大小的這個卡 我說這都有開光加持你 你回去給你媽媽 然後我身上時時都有帶一包 我說這個要貼門上 就教他 然後給他我的名片 你有什麼問題 你隨時跟書聯絡 也有LINE WeChat 微信都有 下一次我再看到他 孫老師跟我講 師父你太神了 我媽媽帶了你的法寶 他說一個禮拜莫名其妙全都好了 本來都不會 連下場走路都有困難 跌跌撞撞跌跌八十幾歲了 他說一個禮拜全都好了 我們全家人太感恩你了 然後他說師父我可以怎麼幫你忙 我說我什麼也不用 我說我就是貧苦的出家法師這樣子 那個站長在旁邊 就那台灣人 只有他一個人是台灣人 林站長 他就說給他申請銀卡 銀卡 我現在用銀卡 銀卡 不是綠卡 綠卡你也可以有一定的優惠 銀卡 我莫名其妙有銀卡 銀卡你就升等到那個商務艙去來 就莫名其妙 每次飛都是商務艙 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 就莫名其妙一個銀卡就來了 所以我說你要錢幹嘛 你用錢還買不到銀卡 我不騙你 那不曉得要飛什麼幾十萬公里才有銀卡 你每次飛北京才三千多公里 你累積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才有銀卡 事情一定不是這樣做 你一定想辦法 你就是要幫助別人 後來你看那個孫老師他就有講 他說我們最感動的是 師傅把自己的法寶拿出來給我媽媽 從來都沒有想過有這樣子的人 而且一毛錢都不要 可是這不就是師傅平常的所作所為嗎 不是嗎 對吧 所以你們一定要學會師傅 你來上課都沒看師傅在怎麼做事 怎麼教學怎麼做人 你全然不看眼睛都閉著對吧 你這樣子要怎麼做事 謝民宗你還沒來以前我跟林柔講 你們兩個也是阿達嘛 你們殺生殺了二十幾年 然後你們說你們有賺錢嗎 我真的是不懂 你有賺錢 但是你每天都在嘎頭寸 然後你每天都要做得要死要活 然後你每天殺楊妹妹 你那個惡業負能量多強啊 你要賺錢有困難 你二十幾年沒賺到錢 你老早你兩年你就應該要趕快離開這個行業 結果你到現在二十年了還在搞這個行業 這不就是魚吃嗎 大魚吃嗎 難道沒有更好的其他的方法嗎 一定有嘛 你要像師傅這樣子 很小心來這個博士學位我根本不要 他不用再來干擾我 你看我的名片上面直接就印博士候選人 我都不怕人家知道的 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像師傅那麼坦然坦蕩蕩的 所以你不需要啊 你不需要遮遮掩掩啊 你就要放下趕快找工作 趕快趕快解決你那個困擾嗎 想辦法要升華到超越歐元對立 想辦法一定要超越歐元對立 師傅任何時候都是超越歐元對立 我剛剛講我K你 我還算好實成的 今天講這個無量門我才要K你 沒有講這個無量門我還不會K門 因為K也是無量門之一不是嗎 斷你的邪見嘛 對吧 好 所以 這個我講很久了 我還要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一網席要考你了 黃線以上這個是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一切諸法皆無自信 什麼叫佛性就是無自信無生無滅 無生無滅就超越二元對立嘛 超越生死嘛 本來極盡是如如不動的自信清靜 自信就是佛性就是空性 可是這個空性你永遠要記得路仁德的標準答案是 超越空有的二元對立 你進入了二元對立 就是進入了涅槃就是高能量 以無量門承說諸地 地就是那個鄧炳坤講的有為無為 這裡是有為無為 所有的志向 志向是哪一個法 便祭所持 由向出來 因為你是明言俱意所形成 所以你執著於那個向嘛 永斷呢 永斷 這一題我想你們不容易 這個是邪見 有五種邪見 有沒有 有啊 對 對的 對的 你看我的教學是很有方法的 他為什麼永遠記住邊見 黃書兒啊 黃書兒老師把斷見長見 他永遠不會講邊見啊 他永遠就是講斷見啊 這永斷就是斷見嘛 五邪見之一嘛 對吧 作證呢 這你們都會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學佛太實 你要活用 作證是什麼 上禮拜才講啊 我講了你又恍然大悟 所以我不能講嘛 不想讓你一下子恍然大悟嘛 你一定想辦法要自悟 對 作證不就 法爾如是是鮮艷的 Primodial 然後他是本然的嘛 對吧 然後呢 不需要驗證的 如果有人要去作證 如果證明我已經證物了 那個人叫增上慢人 作證嘛 作證就是增上慢人 作證也是無量法的一種啊 休息呢 這我師父都講過才會考你啦 我沒講過的我一定捨不得考你啦 那你也答不對 我講過你也答不對 不是嗎 這是舊的咧 這是舊的咧 官修 這個是舊的 這個舊的 這個QR Code是壞的 欸 講過我跟妳講話 妳沒聽好 這個 這個要扔掉啦 對 這個 這個後面QR Code 打架的 對 因為我這一段都沒有 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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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休息呢 那個 那個 餵食 有五位 有沒有一個休息位 有嗎 五位呢 你們來聽聽看 這兩位 然後 來 來 對 欸 讓他講一下好不好 讓休培講一下 休培你一定會的 來 來 你給我們指導一下 師傅 學長大家好 我就可以 試著回答一下 好 好 資良位 家型位 健到位 休息位 等一下第二是什麼 家型位 健到位 健到位 休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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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太讚了 掌聲鼓勵 太好了 太好了 休息位 這邊特別舉例 休息位 你能不能解釋一下 休息位 當然是請你解釋啊 因為只有你答對嘛 張明正也答也會答對啦 但是我就是不要讓張明正答 因為他已經答很多了 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等到那過年不是快到了嘛 然後師傅就會臨選五名 前五名 然後師傅就要請你吃大餐 去一個你永遠沒去過的地方 只有五個位置 所以你要趕快加油啊 你修徒會 你今天還沒有抱 請請 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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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他的事去加油 休息位就是見大會以後 在以眾生作緣 學習佛道 就是 修什麼 習什麼 最主要是它有一個關鍵 所以它叫修習 修什麼 習什麼 因為修 根本字吧 然後呢 習呢 我們去持悲心吧 對 他剛剛那一題對 這一題 那個誰 鄧敏坤你來試試看 你可以嗎 修習位在 我這個講了兩次 你們都不認為那是重要的 這就是重要的 否則它不會列在那 來 來 這樣 對 修習的 我想是那個 修六度萬恆吧 修什麼 習最主要是那個習 習 好你試著 試著一定要想辦法試著回答 這個就是在訓練你勇猛精進心嘛 對吧 你剛剛是不是斷習氣 斷習氣 不對 反覆練習 你答對了 修呢 修 修應該是深化玉琳吧 就是學習他的玉琳 修道 修道 道 道就是玉琳嘛 對吧 修道反覆練習 是因為見到以後 怕你還不夠穩固 所以特別加設一個修習位 要求你不斷反覆練習 直到他變成是自然反射為止 這樣可以嗎 對 對 都是陷阱 都是陷阱 對 所以這些都是無量法門 這些都是無量法門 還有很多很多 他先舉了這一些 好 來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前面那個圖 前面那個圖嗎 封面圖嗎 對對封面圖 封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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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悟法 試著來分享 這個就是讓我聯想到法師 剛才在講那個佛性 那個 這個月亮就是佛性 然後法師有 有說那個兔龍眼子 變成樹 變成衛生紙 變成垃圾 他就是下面的這個 這個花花草草 這個就代表現象界 因為 因圓的變化 有各種不同的像 但是他來自哪裡 他來自上面的這個因圓的造作 我自己的造作 後面碰到了終極本質 對對對 這樣解釋錯 不是來自於終極本質的造作 造作還是在這 那受因圓 那受現象界的因圓 成就他成為果 對 所以法師才問我們 說 這個下面這個風花血液 你的樹皮紫垃圾 我們是在看這個 但是你事實上是要看到他背後上面是 因為有如如不動的佛性 對 然後我們的造作 在這個經 就是在上面這些天 那個 那個佛性 終極本質上面的造作 因為你給他造作了 所以就自然落到現方 造作不在這裡 老是搞錯 這裡 這裡只是納 他是如如不動的 然後碰到這個因圓 他沒有反彈 他就是知道有這個因圓進來了 他納受他 射受所有 所有所有 宇宙萬象的所有的因圓 他射受他幫助他 成就現象界的魔法 對 所以造作是在現象界 他永遠是如如不動的 但是 所有的現象界由他而出 為什麼 他就是納受那個因圓 你沒有他來納受這個因圓 他不可能成就任何一個物質嗎 這樣可以嗎 還好你有講 要不然的話 又錯得離譜 自己不知道 對 我就自己也是說 為什麼會 會有 他會有這個因圓 因圓會 會在現象界 我們看到這個 這些東西 實際上來自於那個 原陽上面的東西 本質的反射 他就如如不動在那裡 你任何一個造作 你就是會現象界 就會有一個因圓 對 有一個現實的狀態 對 對 這個就是你現實 這就叫現象界 現象界一定是兩個特性 哪兩個 1 2 3 go 現象界 只要進來這個現象界 他一定有兩個特徵 來 來 趕快搶答 你會答對 這個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 留一個給謝民宗答 謝民宗也會答對 對 感謝 謝民宗慈悲 好 對 師父還有更是說 喔好 我要插插 就是現象界的一切 就是深深滅滅的 深深滅滅 那 深滅又是什麼 又稱為什麼 超 就是有為 超越生死嘛 深滅不就是超越生死嘛 超越二元對立嘛 對吧 然後呢 另外一個 謝民宗可以答的 那一個比較深 誰能夠幫謝民宗答 答了分數給謝民宗 除了超越二元對立 在現象界一定是什麼性啊 在現象界 這個什麼性 這個什麼性 這什麼性 不是 物質性嘛 哈哈 不都是物質的嗎 所以佛教稱他為 有質愛 質愛 因為他會妨礙 妨礙什麼 你妨礙什麼 你們都只會被 有質愛 但是不知道他妨礙了什麼 妨礙了十二點吃中飯嗎 還是他妨礙了什麼 還是他妨礙了什麼 好 你亂答 你亂答看看 你亂答看看 有沒有答對 剛剛 直愛那個全軍覆沒 物質性 現象界一定是物質性的啊 對啊 物質性一定會走向毀滅 最後他就是走向毀滅嗎 然後呢 他妨礙了什麼 就是妨礙什麼 妨礙什麼 就是很難 妨礙了那個生意地 相愛 相愛緣起 相愛緣起 對 然後 對我是想到這裡 對 妨礙標準答案是 妨礙你 正物成佛的清淨心 讓你沒辦法清淨 讓你沒有辦法超越二元對立 因為你在現象界 看到的永遠都是 被訓練要選邊站 小朋友出生了 悼念那個幼子園 他如果自己去上課 就說 路邊叔叔很壞喔 你一定要看到叔叔 要跟你講話 你不要理他 趕快跑 你這小朋友的心裡頭 建立了善惡對立嘛 然後 你也幫小朋友建立一個 是非分明嘛 表象上看好像都很正確 其實就是最呆了 因為這個就是他日後起煩惱的根源 惡選一定是不對 所以這個直愛 愛就是妨礙你清淨心 妨礙你正物成佛的心 好 好 我是蔣路 我從小就聽到那個就是強烈的我職啊 那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就是 為什麼突然 忌惡如愁 對 忌惡如愁 大家講 事實上忌惡如愁在社會上 講的就是偏向讚美 你忌惡如愁 你對 這個人很有公義 因為他忌惡如愁喔 好 所以 所以我們事實上修行是 你忌惡如愁 你就站一邊嘛 對 那你絕對是錯的 我覺得說 所以我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觀念有很多 我們的教育有很多 我事實上在用修行來看根本就是錯誤了 從終極的真理 從終極本質出來 根本就是錯誤連連 錯到離譜 對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一定要修有修為 你才會知道我們的教育哪裡出問題 我哪一個知識 我的傳統知識是不對的 不是說別人講的 這個是老師講的 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對 事實上有很多都是 大法師講的也不見得 對 那個人最後一個 那個人最喜歡講大法師 我這個是盡空老而上講 我是聖元長老講的 對 對 小螞蟻他根本看不上眼 對吧 這個就是二元對立 高下的二元對立 所以你必然生病 因為你的觀念就錯 然後你都沒有建立正確的 藝禮 你也不 不從藝禮上面下苦功夫 對吧 還好你今天自己想一想 又想清楚了說 我還是回來讓師父調教 對 你想清楚了 對 嗯 好 好 好 你又要問喔 我的意思是你剛剛說 欸欸這個怪怪說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我還好我都悄悄悄悄 第陳明試者提問 因為師父你剛剛說那個小孩很小時候跟他說 有些人會這樣教小孩說要小心陌生人 對 但是那我們要怎麼引導比較不會讓他有 對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市面上看到的都是選邊站嘛 非黑即白 所以你要選白的你要遠離黑的 然後或者是就是你要肌肉如愁 所以你不能跟壞人在一起啊 然後你上課的時候你應該還是世間法就是非黑即白 你要把這個道理傳授下去 同時你也要告訴大家 你選邊站你就是一種執著 你最後你就是苦 即便你選擇善你還是苦 為什麼 你沒有辦法包容別人的不善啊 你看不慣別人啊 所以孔子才講 三人行必有我師一邊善的一邊惡的 都是我的老師 我要學會超越善與惡 我想要賺錢 我一定要學會超越苦與不苦 殺與不殺不代表我可以任意殺 只你要了知殺的後果 你要了知殺的因緣 對你的那個重大的影響 對你的親近心的干擾 所以你要超越殺與不殺 你要站出來勇敢的面對殺與不殺 就像師傅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我還是勇敢的站出來啊對吧 沒有我常常講嘛 我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我百分之百的選票當上那個 中藥與和平協進會的副理事長 一個跑票都沒有耶 你做得到嗎 你不容易做到啊對吧 這就是代表人 你的選民當然就是我們的理事嘛 理事才有資格選理事長嘛 理事長跟副理事長 你的選民對你的人格的信任 對你的能力的仰賴啊對吧 好所以我要讓你們看一個影片 我順便跟大家講 你看師傅的這個PPT是多辛苦 我都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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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起來的耶 這樣扣起來的耶 都不容易耶 這一個一個一個都是 他不是你打打好一片就進來了 不是所有每次要叫他 都是很困難的 你看我要叫到前一張 我要這樣按多久啊對吧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珍惜啦 一定要珍惜師傅的辛勞 師傅還能夠交幾年不知道 因為世間無常嘛 好那因為這個沒有沒有信任 你看吧 我我要把這張跑完 我要一個一個按一個 這代表我一個字一個字打上去的 而且動畫動畫都是我加上去的 我每一個都有動畫耶 熱烈的掌聲對吧 好熱烈的掌聲 這個要講 熱烈的掌聲 獻給簡豐文院長 楊桂良督導 朱毅春執行長 全球直播資訊組同仁 所有的工作同仁 獻給大家廟奇祥如意 廟是什麼意思 1 2 3 go 廟什麼意思 憲民宗 對趕快 憲民宗趕快搶答 親近 好 親近還有什麼 除了親近還有什麼 什麼正等正絕 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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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貴人 他的貴人在後頭 對對對對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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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麥克風才算 沒有麥克風不算 沒有麥克風你就別人的貴人 這樣好嗎 許里悅 好 好 許里悅很棒 好 好 今天我們要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趕快進入一網席 你要想 師傅為什麼 我都這麼忙了 還一定要製作這一集 來吻合今天的教學 你在看的時候 你要想 這一集跟今天的主題 到底是什麼關聯啊 你必須要這樣學習 你的佛法才會活起來 對吧 齊勢軒永遠走在 時日代魅力前沿 即日起 全面鬆語播出 用心交會全球每一位讀者 齊勢軒是眾生的直燈引路人 以下共享 今日主题震撼致辞 科技寻根三世民政 起诉栏目02级宗教交流威想 以下共享 缘起参加 圣选法师前为国际组织 宗教与和平协计会副理事长一职 领军近百人前往 楚北参加 由耶稣基督户奇信徒教会 所主办的科技寻根 创意家谱展的活动 缘起于两位成员如下 将于上述活动中 获颁得奖殊荣 因此圣玄师傅 于2023年11月4日 领军前往学系 同步为得奖人的努力喝彩 并且献上至高无上祝贺之美意 第一位得奖人黄德贤 天地教理事长 获颁勇者无惧奖 第二位得奖人 陈世贤 宗教与和平协计会前秘书长 获颁信仰力量奖 以下共享震撼致辞科技民政三世 活动当天午宴席间 贵宾提问 宗教应该是温暖人间的 为何重大战争都起源于宗教 这引发圣玄师傅齐心发表下列 给赢得满汤彩的震撼开始 在座的我们的人民官 还有我们的主办单位 我们的得奖人 以及这个宗教界的领袖 还有我们的追学者 宗教与和平协计会 二十几年来的这个一个国际组织 莫学圣玄处于副理事长的这个身份 今天能够有机会来这儿做学习 特别深感 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当我们踏进一个不同宗教的 这一个殿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 后期圣族教会 他开了多么宽敞的大门来迎接我们 这边多少个宗教 宗教有多平协计会 容纳了十四个在内政度立案的宗教 大部分的宗教都来到这儿 我们不得不为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 掌声热烈 让别人书家的座右银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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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 不就是来证实 我的生命确实是 为了学习而来 为了成就别人的需要而来 所以刚刚我们的主办方 特别提到圣旋乐捐的巨大的现款 我很惭悔 真是太微薄了 师父还希望将来有机会 能够累进增加 好吗 谢谢 刚刚我们分享了 我们听了幸福起飞 特别的感恩 因为在动荡不安的此时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乙包战争 彰显了宗教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刚刚清华大学的刘教授问 到底怎么一回事 宗教不是主张幸福美满 温暖人间吗 可是为什么 世界上最严厉战争的 竟然是来自于宗教 因为没有对话 德国多病肯大学的 孔汉斯韩斯他的名言 没有对话就不会有宗教的和平 没有宗教的和平 不可能有世界和平 这也是师父今天特别波荣来到这边 必须要走的这一层 為什麼 看看我們19世紀的時候 我們是父權的社會 我們要探討我們的祖父 探討榮譽 女性沒有權利 小兒沒有權利 唯有男性自尊 可是今天我們透過了technology 透過了這個科學的支持 來證明宗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 宗教不是無厘頭的 這一個證明太重要了 因為現在是AI的時代 他已經穿透了Internet Technology 網際網路 他繼續穿透了DT Technology Data Technology 才能夠來到這個AI的社會 我們現在所處的Consciousness的時代 當前的社會 當前的量子力學 2020年英國的這個諾獎公理學獎得主 為我們發現了靈魂是不死的 靈魂在我們的體內 它是呈現在這個神經元 這個neuron裡頭用microbural的為導管 當它呈現量子有序的狀態的時候 支持著我們的肉體 可是一旦我們的肉體走到了林中 它並沒有消息 它回到宇宙多寒室的能量廠 過去我們都認為靈魂故事是騙人的 是荒唐的 是虛偽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共同感恩我們的主辦方 他們用科技的方法幫我們找到尋根 幾百年前的家谷不就證明 有過去是現在是 未來是嗎 這邊應該要有掌聲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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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師父的長 的這個跟您分享我的心聲 就必須要見好救收感恩的 謝謝 聖玄結論 一致起伏 一伏起報 大聖義章雲一致起伏 一伏起報 經典教導 我人應該伏惠雙修 甚至一切福報的培植 包括宗教交談 應該立基於無相般若治 據此方能盡得無盡福田與果報 好 好 我趕快要先秀給大家看 我的那個 Viva Air 就是常用航空的 白金塔 看到門 所以你真的不要在乎錢 你把錢鎖得太死 放在口袋 那就是死錢一堆 沒有 你要像師父 國化貪 對嗎 幫助更多苦難的眾生 師父從台灣到美金要多少錢 一萬多少 最便宜的 大概一萬五到一萬兩萬左右 我們每個禮拜飛 單程還是來回 單程 是來回 來回 這樣每個禮拜飛 你要知道保持的毅力真是一萬 這次 對 對 就是有時候日節 如果暑假的時候 對 暑假很快 那我有這張 你在check in的時候 你就給他這張 或者是 你關了帶這張也沒關係 你就說我是白金塔 他就會按照你的身分證去抓 然後他就會給你 化位的時候 化到商務艙去 商務艙多貴啊 對嗎 所以可能要貴一萬塊吧 要 對 是啊 對啊 每個禮拜飛 每個禮拜飛 把法師都不缺席 所以要看要法 法師的毅力 對 法師多尊重說我們的客 對 你看 這樣要飛來回的飛 對 來回飛 讓你們早早就倒下來 我時差啦 我哪裡不舒服啦 對 師父你要想 師父都七十幾歲了 師父有完全不受影響 對嗎 生了活虎一條 對嗎 所以 才說 你看這個 剛剛的致職像七十幾歲嗎 像七十幾歲嗎 不像 而且是前天都沒睡耶 對 前天都沒睡 我們那已經包幾天沒睡 那他是那一天沒睡 幫你們包那個暖心包有沒有 暖心包是我的idea 告訴他你要怎麼做有沒有 你要趕快去買 要不然就來一起了 他就光這樣包 還有包法寶 要送給你們比賽的法寶 就這樣就可以搞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都沒什麼時間睡覺 對 每一件事都不容易 真的都不容易 所以討題來了 這一個 祖北心這個 跟我們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啊 你應該要想 來 聽看思維 1 2 3 4 來 趕快 有什麼關係 我只 因為已經超過五分鐘了 我只接納一個人 這不是討 好 這就是你 分享 對不對 他跟我們的 今天的講題 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我為什麼 一定要選這一個 來搭配今天的 那個 講題 今天的課程 都有 都有 都有理由的 我的師父 不需要熬到六點 才放中心裡去休息 這一個特別難製作 為什麼 我一定要用原生 反正你 我還沒有給你們去講 你可以看到師父 我唱會最後 我手有點沉不住 我拍到我的腳 對 是他保留了 我都沒有跟他講 你要 他那個影片 還好他有這個影片 這麼生動啊 對 然後我所有的 通通要配合你那個 影聽啊 一次一句啊 那個字幕啊 一次一句 對吧 所以非常不容易 到英文版更不容易 因為我演講沒有英文版 英文版還要吻合你那個 節奏 還有畫面 真的不容易 中間歷從九點多 一直搞到六點 七八個小時 平常都不用那麼久 這一個 特別不容易 所以 什麼 到底 我為什麼一定要在今天推出這個 他到底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無量文 怎麼從 這就是 怎麼從無量文走到 終極本 走到 什麼清淨嗎 對 本性清淨 我剛剛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我最直覺的感覺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落實健行 最直接的方法論 因為在其中當中自己修復修會 然後因為這是一個很實際的 你去那邊 你在服務人群 然後你在做事當中 一切都可以反照自己的內心 然後就呈現出來什麼樣的境界像 對 所以它是屬於什麼 所以這個 就是 修復 從修復當中進入修會 對 好 然後從剛剛講的 那個 自向 反線向 或 湧斷 自己的裏頭 你認為它是什麼 做出去 你認為是什麼 做出去 你認為是什麼 好 你是不是要看 休息位 因為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休息位 休息位 也可以說對 但是更直接了當的是什麼 坐正休息 坐正休息 坐正跟休息 坐正跟休息 也可以 還有一個 擁斷 擁斷 擁之擁斷 你不能跟我講 也可以 然後你說要站不對 再來 擁斷是最 最直接 我告訴你為什麼擁斷 因為十四個宗教的人 全部聚集在那 一定會排斥 你看你把戰爭 打成那個樣子 就是因為護教 對吧 執著嘛 邪見嘛 對吧 諸佛菩薩 諸佛菩薩 有傳一個法門 叫護教嗎 沒有啊 諸佛菩薩說 要超越二元對立 對吧 尊重每一個人的 智慧與福德 你適合當 信仰天主教的終先例 你適合信仰天主教 你適合信基督教 那個 陶方正 他先生天主教 他女兒基督教 他是佛教 他們家 天連都在對話 有什麼不好 對吧 所以擁斷 擁斷 你看師父怎麼看這件事 跑掉了 他跑得太快了 二零二三十一月四號 科技尋根 三世民政 主北行 最主要我要證實給大家看 就是有三世嘛 聖璇就命運三世說 由量子靈魂觀 浮以科技尋根的視角 說明佛教三世說的存在意義 修學佛法所重践行 但是践行以前 你應該要深化義理 成為践行的指路明燈 佛教的法門無量 概分為色法心法 其中色法透過運出 我這個沒有寫到戒是什麼 這幾個是經典裡頭的 他特別列出來的 運促緣起諸食 諸食有事食 哪有事食啊 師父好 誰想到他們試著回答 就斷食 促食 然後絲食 然後絲食 對的 對的 事食 事食 然後絲食 絲食 對 絲食是最高境界 他就是用思維 所謂的殘月為食 是指思食 對 事食是用心啊 阿拉耶食 那個心嘛 對吧 這四個食 所以那個什麼 這個是經典裡的 我今天還沒空講到經典 下個禮拜我們講經典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那這些食 展現志向 這個我在封面圖的時候講了 志向 辨知 永斷 坐正 休息 這一個演講 全部融設了這些無量門 請你融入佛教的義理 指向今日的教學主題 你要從無量門 師父為什麼 冒那麼大的危險 敢在那邊講靈魂不死 然後敢在那邊講 這個佛教的義理 為什麼 為什麼師父敢 這不就是在 發揮佛教的那個深化的義理 這個是最深度的宗教交談 宗教交談最淺的是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這樣都不會打戰爭 可是你 當你深入到義理的時候 打起來就是因為義理之間 完全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指向今天的教學主題 由無量門 就是我這個演講 怎麼從無量門 這些都是無量門 怎麼走向 為什麼要在那個時候講 他們都有宗教基礎 但是我要他們不執著於宗教 他們看到了科技 因為科技尋根 你從你的科技尋根 查出來了 你是清朝的王室 那又怎麼樣 那已經是過去式了 過去式 現在是你 這一式報告完的 你肯定還有下一式 科技尋根不都已經證實了嗎 這就是我要講的 以前我們要知道你的族譜 女人是不能碰族譜的 張明正你是那個什麼 中青會的會員對吧 你就可以知道古時候 是沒有辦法 女人小兒都沒有辦法碰族譜 現在你上網你就可以查到 你是打哪來的對吧 是呢 所以 我把這個科技尋根 跟量子靈魂觀結合起來 證明佛教的三世說 確實他是存在 而且他有他的存在的遺憾 這是我冒險上去講話的 最主要的原因嘛 對吧 三世已經被科技名證了 無量門啊 請你從無量門下手 當然最好你能夠從無量門 一直申訴到什麼 自信親近 自信涅槃 對 本性極盡 對 好 這樣可以嗎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兒 好你們要加油 要寫 要寫 新的報告 你們這邊高手這麼多 從來如如不動都不寫的 你加油 我只有五個名額 要帶你們去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你要趕快加油 念完是用看的嗎 體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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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